上集说到童老爷以失去机友为代价 重开双刀流击败大祭司之后 终于联系到了外界的菊刚 却没想到基地遭遇袭击 网瘾少年惨遭断网打击 白龙栖息在房子外 爱丽丝蹲在一旁的菜地里拔萝卜 此时塞鲁卡远远地跑过来 一下扑进了姐姐的怀抱之中 见天气还不错 两人打算带着童人去山坡上散步 此时的童老爷正老老实实地坐在屋内自闭 爱丽丝替他穿好衣服 让他坐在轮椅上 正准没离开时 失了之的童老爷却突然挣扎起来 他剩下了一只手不断地朝着墙壁上挂着的剑伸去 爱丽丝连忙取下剑交给了童人 他这才安静下来 走到湖边时看着眼前漂亮的景色 爱丽丝看向童人 又想起了当初在宫里教会发生的事情 童老爷在和外界联系时 爱丽丝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随后童人因为外界拔网线 遥光受损陷入昏迷 爱丽丝慌忙上前扶住他 因为小丑没了 被解封后的骑士长贝尔库利匆匆赶到 从爱丽丝那里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后 骑士长将目前宫里教会内还存在的整合骑士们召集 公布了大祭司和长老的死亡 和整个元老院既能停止工作的事情 众骑士大惊 这两人还真把最高祭司给杀了 众人提议先抓住童老爷他们审问一下 但是骑士长觉得这不OK 他解释了一下大祭司的灭霸行为 而且真的大张旗鼓的审问了 大祭司和长老死亡的消息传出去 人界随时都有可能被安非帝国入侵 这时候搞什么内斗 先把被两人打穿的整合骑士收拾收拾 好好操练一下再说 一切的计划都按照童老爷当初提及的那样进行着 这天爱丽丝回到宫里教会后 听见有人在讨论要不要处死杀害了大祭司的见识 他担心再这样下去同人会有危险 于是连夜带着童老爷离开了宫里教会 回到了曾经UCO的小村子 但是爱丽丝当初违反了禁忌目录 回到村子自然不会受到欢迎 身为父亲的村长还是将他赶了出来 想起那些事情爱丽丝有些感慨 一旁的赛鲁卡有些犹豫 爱丽丝问他怎么了 赛鲁卡这才小声说 村子里有人希望爱丽丝能去帮忙开墾荒地 爱丽丝见妹妹满脸写着不爽 反而安慰他没事 但赛鲁卡就是厌恶那些人 他们将爱丽丝赶出了村庄 只能住在村子附近 却总是让爱丽丝帮他们的忙 赛鲁卡表示过段时间自己就能打工挣钱了 到时候他来养姐姐 他们就不用看那群人的脸色了 爱丽丝感动的抱住赛鲁卡 我的绝世好妹妹 在告别赛鲁卡之后 爱丽丝推着童老爷来到了荒地 果不其然 那边不少村民都在砍伐树木 但是巨树纷丝不动 爱丽丝的到来让这位秃头大叔神情谄媚 他拒绝了对方的握手 大叔不爽了扎蛇 在检查了巨树的天命之后 爱丽丝走到童老爷身前蹲下身 想要借走童老爷的小黑 童老爷下意识地护住 看见来人是爱丽丝才舍得松手 但他还是抱着蓝枪威不动 爱丽丝握住夜空之剑 身边的村民不断嘲笑着 用这么几的剑能砍伐什么 随后爱丽丝挥刀 刀锋甚至没碰到树木 只有剑气晃过 村民刚要嘲笑 大叔就朝着那边倒去 两人慌忙地逃走 这时秃顶的大叔还打算让爱丽丝继续帮忙 小爱一口回绝了 刚收了砍树的费用 就发现童老爷从轮椅上摔了下来 原来村民们趁着他没法反抗 抢走了蓝枪威之剑 妈的 气死我了 脏手拿开 面对爱丽丝的威胁 这些人还说 童人答应了才拿走的 但爱丽丝的剑气震动 他们才不情愿地放下蓝枪威 看着这些村民厌恶的表情 爱丽丝心中生出了疑问 悠久牺牲性命 童人半滩 他们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难道就是为了守护这些人渣吗 爱丽丝的心态缓缓动摇 将家里的龙和童人安抚好后 入夜 爱丽丝正在为童老爷吃饭 这时他家里的龙却突然支愣了起来 在门外叫了起来 爱丽丝赶紧出去 发现来人是他徒弟 艾尔多利耶 对方向爱丽丝解释 最近暗黑帝国已经蠢蠢欲动了 听说边界线这边 有看到哥布林和兽人的影子 但是前来调查后 别说哥布林了 连根毛都没看见 爱丽丝十分尊敬爱丽丝 他希望爱丽丝能早日回到前线战斗 那里才是真正能发挥他实力的地方 这位朋友 我算是明白了 爱丽丝不搭理你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甚至打算手刃同仁 在他看来 这个瘫痪的剑势 就是伴助爱丽丝步伐的罪魁祸首 可爱丽丝在经历了种种之后 不由的对宫礼教会和这个世界产生怀疑 他的剑已经没有自己的意志了 见爱丽丝心意已决 爱丽丝只好离开 待人走后 爱丽丝将同仁扶到了床上 然后 他掀开了被窝 躺了进去 亚斯娜 面对迷茫 爱丽丝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能抱着失了痴的同仁哭泣 但就在这时 同仁也突然开始抽搐起来 爱丽丝冲出房间 发现村子已经着火 而他的妹妹赛鲁卡 还被困在村子中 爱丽丝听见房间内有动响 进去后就发现同仁也已经倒地 虽然已经失了痣 但是同仁的本能 让他想去拿件战斗 爱丽丝安抚好他 立刻就冲向了村子 果不其然 哥布林已经抵达了村子外 而村内的众人居然打算死守 爱丽丝披着斗篷从天而降 让众人赶紧撤离到山上去 他来守住这个村子的房线 兔顶男当然不乐意了 他们的房子和财产 可都还在村子里面呢 破财消灾啊 臭大叔 你知道吗 村长只能遵守侍卫长的命令 塞鲁卡的好言相劝 却遭到了兔顶大叔的适责 塞鲁卡被吓了一跳 爱丽丝怒视兔顶男 你敢吓我妹妹 被杀气震慑到的兔顶男 立刻指着爱丽丝大骂 说他是罪人 当初去了黑暗领域 这些怪物都是被爱丽丝吸引过来的 这副丑陋的嘴脸顿时展露无遗 爱丽丝见形势紧急 顿时也不演了 立刻用骑士的身份下令 废除侍卫长的指令 让众人立刻撤离 兔顶男便阴阳怪气地反驳 咱们村子里可没什么骑士天职 少在这里装逼了 爱丽丝掀开斗篷 金桂树出地 整合骑士的盔甲暴露在村民面前 众人大惊失色 草 这个急事感 其实我就是特级厨师 整合骑士的身份暴露后 再也没有人敢多嗶嗶一句了 立刻就往山上撤离 此时的哥布林大军大举入境 爱丽丝叫出自家的龙 对着哥布林就是一顿屠杀 村民又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居然是龙爱第一次见着玩意儿 凭亏爱丽丝精通瞬移技能 救下了这个倒霉孩子 把人赶去避难之后 爱丽丝站在台阶上 她一个人包围了哥布林和猪人两支部队 爱丽丝不再犹豫 下定决心以保护家人 和守护同有两人付出巨大代价 拯救的人界作为目标 顿时坚定了自己的心意 爱丽丝摘下眼罩 右眼在心意记的帮助下复原 怪物们冲了上来 爱丽丝稳了手中的布条 高举金桂剑 剑身上的阵法亮起 无数砌碎的金桂从天落下 将怪物的身体刺穿 这些嚣张的哥布林和猪人 还没来得及碰到爱丽丝 就已经倒地不起 爱丽丝眼神僻泥地看着下方的怪物 滚住个 要不就死在这里 自己选一个 手里人都倒下了 其他小怪也慌乱不已 这女人太强了 兄弟们风景扯呼 村民看着怪物逃走忍不住欢呼 很快又开始修复坏掉的房屋 可暴露了身份的爱丽丝 也没法继续待下去了 毕竟黑暗帝国都打到这边来了 于是他骑着龙 带着佟老爷 告别了塞鲁卡 而此时的外界基地 在经历了枪战之后 主控制室被敌人夺走 敌方的主要战力小队也潜入进来 比加几人撤离到了副操作室 在那里恢复了电源连接 亚总一个剑步 单手拎起菊刚的衣领 神情前所未有的狠利 我对象要是出了点什么事 我就当场把你杀了几天 菊刚连忙保证 一定全虚全伪的还你一个同仁 亚斯娜这才松手 神代安慰他没事 至少人还活着呢 另一边菊刚的下属前来汇报伤亡 敌人带着那么多装备一通扫射 双方激烈交火 结果一个死者都没出现 这打了个寂寞 但因为对方切断了基地大部分的供电 只能维持操作室和金属电量 主电源被切断后 基地便无法在海上移动 而此前护送他们的护卫舰 也被通知他们是人质 被上层命令原地待命无法上前 菊刚猜测是自卫队高层出了内鬼 不过根据比加找到的视频截图 确认了对方不是霓虹锦 应该是上头有人不希望爱丽丝诞生 于是将爱丽丝的消息泄露给了外国 这些人一看就是国外来的雇佣兵 索性在他们撤离的时候封锁了主控制室 比加没想那么多 认为既然已经封锁了主控制室 对方就无法外部操控爱丽丝 直接弹出游戏 要想带出爱丽丝 就必须得要从内部打开操纵台才行 而目前还在内部的角色也就只有童老爷了 可童人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因为被死枪击中后 他们为了治疗童人 打算屏蔽童老爷的记忆 让他在遥光世界进行修复 但不知道出了什么错误 导致童老爷带着记忆在游戏内生活了两年 听到这里 雅思纳意识到大事不妙 而比加继续道 童人为了保存那个世界所有人的遥光 找到了游戏内的控制台和菊刚沟通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虽然他做到了 但也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同伴 于是童人的遥光开始自责 潜意识的在攻击自身 再加上那个时候好巧不巧 外头的人又切断了电源 这才导致了童老爷的自我认知崩坏 变成了现在这副自闭的模样 雅思纳看着病床上躺着的爱人 视线缓缓挪到了一旁空置的机器 此时他的脑海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上期说到 爱丽丝整合骑士身份暴露 打脸村民 现实的基地被袭击 菊刚怀疑上层有内鬼 在基地被袭击的九天前 也就是当初GGO内 师奈牵头对战一支全胜队伍时 对方发现打不过 就立刻使用了逃跑技能 而这个队伍的boss 正是袭击了基地的金毛男 这金毛男叫米勒 从GGO下线后 他就被美国安全保障局找上了门 对方向他委托了秘密任务 原来 美国国安局得知了霓虹 在私下研究了人工智能 这怎么可以 这威胁到了美帝的地位 于是他们立刻下令 抢走爱丽丝这个AI 当然 明面上出手的话 这不符合自由灯塔的形象 所以这个任务 就被递交到了米勒 这个雇佣兵头子手上 在得知这些AI 都是真实的人类灵魂后 米勒当场接下了任务 在委托人 已经买通了自卫队上层的情况下 他们只需要潜入基地内 夺取爱丽丝的遥光即可 这次入侵 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 只是对方察觉的也快 还没被抓到 就先一步逃走了 此时米勒手下的刀疤脸男 正在对控制电脑的技术人员 骂骂咧咧 因为主控制台被撤离的人给锁定了 任务进程遭到了不小的打击 不过好在 委托人和自卫队上层沆瀣一气 之后的24小时内 自卫队都不会来救援 可因为系统被锁定了 他们没办法从外界 直接撬走爱丽丝的遥光 而用切割和炸弹 都不能确保存放遥光立方的房间 会不会被毁掉 于是小队僵持不下 这时刀疤男又嘲讽了技术员 连房间都没办法打开 还好意思说 自己曾经入侵过白宫和五角大楼 技术员也反讽 两人差点当众打起来 米勒及时打断了两人 命令技术员 先调查一下操纵台和遥光世界的情况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他们发现这个虚拟世界 居然分人界和暗黑帝国 而属于暗黑帝国一方的怪物们 居然也拥有人类的灵魂 当然爱丽丝肯定是住在人界的 刀疤男问他 为啥不直接潜入进游戏 找人问问爱丽丝在哪呢 这话点醒了技术员 地内一定有可以登入的账号 只要是以高等级的账号登入游戏 然后再让这个账号手下的人 去寻找爱丽丝不就行了吗 毕竟是官方管理员的账号 肯定会有比初始账号更高级的权限啊 有了这个想法后 技术员果真找到了好几个官方账号 其中确实有些身份高贵的账号 不过 这些账号几乎都有密码锁定 技术员遗憾的摇头 破解起来 太花费时间了 还是只能用初始账号潜入 但是队长米勒 是个脑回路比较清奇的人 他反问技术员 除了人界账号可以登入外 暗黑帝国那边有多余的账号吗 技术员纳闷了 要找爱丽丝怎么想都在人界啊 米勒却摇了摇头 虽然游戏中是两个地界 但也没有人说 暗黑帝国的角色不能前往人界啊 技术员一听 觉得也是 打开账号列表一看 嘿 你小子还真是个鬼才 暗黑帝国还真有两个账号 而且全部都没有上锁 一个70级的暗黑骑士 还有一个没有等级 却写着皇帝被库达的账号 刀疤脸本来想要皇帝账号爽一爽 不过米勒先开口抢走了 毕竟是队长 刀疤脸只能退而求其次 拿走了暗黑骑士的身份 就在两人为登入游戏做准备时 技术员却看着注视内写的最终附和实验 十分在意 另一边针对佟老爷目前的症状 比加做出了解释 佟老爷自我意识因为自责 所以封闭了内心和遥光的思考能力 可能需要有人进去宽慰和原谅他才行 这时 雅思纳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不过比加提示 游戏内部即将进入最终附和实验 会有危险 神代有些诧异 问这实验是干啥的 比加立刻解释道 游戏内的暗黑帝国 马上就要大幅度入侵人界 如果遥光世界的人们有准备 大概是能击败敌人的 但因为佟老爷和幽纪欧的缘故 宫里教会几乎被毁了一半 还不知道游戏内的人界 还剩下多少战斗力 所以现在必须要有人潜入进去 然后保护爱丽丝移动到尽头祭坛 帮助爱丽丝登出游戏 这差不多就万事大吉了 如果佟老爷还醒着 这件事自然是交给他来做 但问题是现在的佟人自闭了呀 但既然雅思纳要进入游戏 他们自然会挑选出最高等级的账号 比加找出了账号列表 正打算让雅思纳随意挑选 但这时 神代突然反问了一句 对方会不会也想到潜入游戏的法子 比加哈哈大笑 觉得对方肯定能想到 但是没有关系 自己给高等级账号都上密码了 不过笑着笑着 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是啊 小兔崽子 你没给暗黑帝国的账号上锁呀 不过比加觉得 不至于如此巧合吧 脸摇了摇头 没有将暗黑帝国的事情说出来 雅思纳选择账号之后 安琪医生替他挂上药水 帮助雅思纳潜入游戏 亚总给群里的好友们递了消息 开始潜行 而另一边 施奈又一次梦见了BOB大赛上 自己和第五届冠军 萨多利泽的对战时 对方不用枪支 硬生生将他勒死的事情 施奈从梦中惊醒 发现杰伊发了消息过来 众人登入ARO才得知 雅思纳也潜入了遥光世界 都有些遗憾没能帮上忙 而杰伊却隐隐约约感觉不妙 至于雇佣兵那边 米勒在进入游戏时 隐约看见了记忆中女孩的身影 此时遥光世界的暗黑帝国骑士团中 紫发女骑士 前来下暗黑帝国的骑士长 汇报消息 得知人介的最高祭司 已经死去之后 骑士长心头一动 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他并不是打算入侵人介 而是和人介一方和平谈判 这位骑士十分了解贝尔库利 并且他可以为了两边的和平 牺牲暗黑帝国之边的人 斩杀了四个执意要打仗的首领 谈判是绝对有戏的 利比亚有些担忧 毕竟这四人里面 有一个女人和人介大祭司 有着几乎相同的野心 对于骑士长来说非常的危险 这时骑士长突然骚了骚面颊 问利比亚来自己身边多久了 女骑士愣了一下才说已经四年 骑士长怪不好意思的开口求婚 说等这事儿落幕了 咱俩就结婚吧 利比亚当场感动的落泪 得了 我估计又是一对苦命鸳鸯 果然这话还没落音呢 有人推门而入 说皇帝房间的风印动了 米勒和刀疤脸成功登入了游戏 米勒童年生活在昆虫标本之中 在得知虫类失去大脑 还能存活一段时间后 幼年的米勒开始思考 昆虫的灵魂会在哪里 正当他打算捏死一只做实验时 邻家的小青梅突然向他招了招手 小女孩热情地招呼米勒一起玩 并且还给他读童话书 而米勒满脑子都在想的是 他的小青梅的灵魂 藏在大脑的什么地方 确认过思维是变态无疑了 游戏内的米勒睁开眼 一旁就是刀疤脸 看样子两人都十分顺利地登入了游戏 就在他们进入游戏后不久 暗黑帝国的势力纷纷收到了皇帝苏醒的消息 那些势力的首领纷纷带着属下赶到 面对着一大批军队 米勒不慌不忙地扫了一眼 这时骑士长开口了 他问米勒 您老睡这么久 此时突然起床是为了什么呢 而米勒的回答则正好和他所期盼的相反 米勒的目标是要找到爱丽丝 自然会对人界发起战争 但没想到这家伙入戏贼快 什么中二兵的台词都换着花样来 结果一顿鼓吹后 还真唬住了以亚人为主的主战派 但骑士长和女骑士都面色难看 阅兵仪式结束后 刀疤脸还吐槽 队长有这个演技 不去娱乐圈属实可惜了 米勒笑了笑 通过操纵台调整了时间 技术员提醒了两人 如果在游戏中死去 这个超级账号就会报销 再想进入游戏 就只能从普通人做起了 米勒倒没怎么放在心上 挂断电话后 将刀疤脸打发去备战了 等米勒回到房间后 这才发现 自己屋内多了一个性感透视装的美女 不是 利比亚你在干嘛 你就这么火速来白给吗 利比亚假借侍寝的名义 往床上一坐 趁着脱衣服的假象 手中的匕首直接冲向了米勒 但米勒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 他早就有准备 利比亚一动手 米勒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压在床上 质问是谁派他来的 利比亚咬死不肯开口 只说自己为了停止战斗 主动前来暗杀 片刻后米勒将他活活掐死在床上 这时米勒发现利比亚的头顶 飘出了一抹金色的光辉 他深吸一口气 将那东西吞噬掉 顿时惊喜万分 面部怪异的扭曲了起来 幼年的米勒为了研究所谓的灵魂 用棒刺刺穿了青梅的耳朵 伤及大脑 小姑娘就在这么信任的人手里死去 而米勒非但没有任何愧疚感 反而因为杀了人 感觉青梅的灵魂和自己融为一体 这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 而在那之后他也杀了一些人 但是都没有像杀死青梅那样快乐过 没想到进入游戏后 居然还让他收获到了这份惊喜 而现在被他杀害的女人 还只是个半成品 米勒忍不住幻想 身为完整灵魂的爱丽丝 体验起来会有多么的畅快 靠 骂了个把子了 一人一刀不准少啊 当然人渣也从妹子的记忆中 看见了骑士长 昨天发布进攻人界 第二天一早 各个势力都整理好了队伍 只要米勒一声令下 随时可以出发战斗 骑士长叹息 他一直主张弹劾 毕竟暗黑帝国和人界都有高手 一旦开战 双方的历史和文明将会倒退 失去平和 这样的结局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想看见的 但这种大善人的想法 在暗黑帝国都是不与人理睬的 可利比亚却一心支持着骑士长 这也是骑士长会爱上他的原因 就在他琢磨着 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之时 王座上的米勒 一边观察着骑士长 一边开口说 自己昨晚被行刺了 而且杀人诛心的让下人 将利比亚被砍掉的头颅端了上来 布料先开 前一天才求了婚的爱人 此刻只剩下死相凄惨的头颅 骑士长瞬间暴走 爱人的死亡让他愤怒达到顶峰 周深恐怖的气息向外四溢 在他的眼里 只有斩杀米勒这一个念头 却没想到被一旁护家的暗杀者头领暗算 对方用一根能够瞬间 毒死大象的毒针放倒了他 可仇恨 岂会因为即将到来的死亡消失 愤怒让骑士长瞬间打破了遥光限制 恐怖的气流和压迫从他体内爆发 那威力只是一瞬间 就将暗算他的暗杀者首领秒杀 就连试图上前的一些士兵 也被暴风给吞没 骑士长裹挟着巨大的杀意冲向了米勒 却发现此人的灵魂和内心中 没有一丝的人性 甚至连恐惧都没有 杀意之间根本无法伤害到他 在没能手扔了仇人的遗憾下 骑士长的灵魂也被米勒吞噬掉 而暗黑帝国的众人 看着骑士长如此的恐怖打击打下来 米勒动都没动 甚至在攻击散开后无事发生 顿时被他深不可测的实力所震撼 镇臂高呼殿下万岁 而另一边 离开了村子的爱丽丝 本想按照佟老爷昏迷前听到的指令 赶往东边的大门 却没料到刚抵达边界线的上空时 他就发现大门对面是暗黑帝国 虎视眈眈的大军 他们正朝着人类的方向赶来 前言 雇佣兵一方登入了游戏 米勒杀害了暗黑帝国主张义和的两人后 带着暗黑帝国大军准备攻打人界 埃尔多利耶远远的就看见爱丽丝落在了队伍中 青年高高兴兴的跑过去 然后就愣在原地 因为爱丽丝怀中还抱着个同老爷 安置好同人后 爱丽丝告诉埃尔 自己在边界线上 看见了大批士兵朝着这边进攻 再问我方如今有多少战斗力 埃尔的脸色难看 对方有五万人 他们这里只有三千士兵 如果时间再长一点 或许还有机会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爱丽丝点点头 又问整合骑士还剩下多少 毕竟这些都是能以一底签的将士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目前在线的居然只有七位整合骑士 再叠一个同老爷 这是打算上演白雪公主呢 要知道 整合骑士加起来共有三十亿人才对 埃尔摇头 小丑的冻结术士虽然消失了 但后一正导致还有十位整合骑士 被术士困住一直没有苏醒 醒来的人分散在边界和首都驻扎 所以战斗力大幅的削弱 埃尔劝埃丽丝全身心投入战斗中 在场上分心保护同仁 只会更加困难 埃丽丝自然不同意 埃尔欲言又止 这时贝尔库利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埃丽丝误以为他要斩杀同老爷 却没想到贝尔库利根本没动手 只是心念一动 一道剑意冲向了埃丽丝 但埃丽丝却见眼前的攻击 被一柄无形的剑挡住了 骑士长解释 同仁虽然现在变成了这样 但是他的心意还在 目的就是保护埃丽丝 这话一出 埃丽丝感动得抱住同老爷 好家伙 这他娘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还有助攻能帮忙聊妹 再看一眼隔壁的埃尔 脸色难看得不行 哥们儿也挺惨的 埃丽丝将同老爷送进帐篷 他的自我攻略点点满 得知同仁失了志还在保护自己后 埃丽丝开始疑惑 自己的存在究竟是什么 值得同仁这么去保护吗 已经对同老爷产生了好感的埃丽丝 轻轻捧起同仁的脸 就要吻下去 但作者没给他这个机会 帐篷外铃铛响起 埃丽丝走出帐篷 见来人竟是同仁的两位学妹 他们是来送食物的 见到埃丽丝之后 两人忍不住问起 同仁和幽纪欧的行踪 埃丽丝想了想 还是决定将事情真相告诉两人 短发学妹看见独臂的同老爷 直接泪崩 而地劫看到只有一劫断剑 顿时心如死灰 可当她的手触碰到蓝强威之后 她似乎听见了幽纪欧安慰的声音 两个妹子对视一眼 气不成声 埃丽丝一下就看出 他们对同友二人抱有好感 但俩妹子都摇头 向埃丽丝解释 因为他们反对了贵族 遭遇侮辱和猥亵 同仁和幽纪欧是为了救他们 才会打破禁忌目录 他俩确实暗恋自己的学长 可自己的身体被变态猥亵 怎么还说得出口喜欢两个字 瞎说 哪有受害者有罪的说法 人渣才是罪该万死 埃丽丝宽慰两人 在这遥光的世界中 心比身体更加重要 说着她将自己的外貌 转化成了埃丽丝长大后的模样 并把自己过往的经历告诉了两人 安慰他们 不用自责 俩妹子听后嚎啕大哭 第二天一早 埃丽丝在帐篷外偶遇骑士长 贝尔一直好奇 同仁那些实战经历到底是从哪儿学的 埃丽丝刚想说出 同仁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这时法纳提欧出现了 双方一对视 小法摘下头盔 埃丽丝震惊了 这位居然还化妆了 要知道法纳提欧非常在意 别人在战场上当她是女性 见埃丽丝一脸吃惊 小法才淡淡地解释道 她之前和同仁打架 被化疗过后就醒悟了 不再掩饰身份 而是将自己的真实面貌展现出来 然而对于同仁当初看见她的面容 却丝毫没有考虑过手下留情 这让小法对自己的素颜 产生了一定的疑惑 于是她打算去找同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 证明自己的魅力 埃丽丝当场警惕 直接替同仁拒绝了 而小法其实是想趁这个机会 刺一下埃丽丝 毕竟小法暗恋的是贝尔库利 而埃丽丝因为练剑和贝尔走得很近 所以小法故意拿同仁刺激埃丽丝 就想看她纠结的模样 一旁的骑士长早有预料 在战火射到自己身上之前就开溜了 埃丽丝和小法对视一眼 只好放弃争吵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众人排排坐准备研究战斗计划 因为敌我双方差距过大 所以他们这边准备在边界线门口 就把人给堵住 不然等敌方五万兵马出了峡谷 他们别手打了 估计会面临四面楚歌的惨象 而峡谷作战有场地的限制 两边交界线出口是一道深谷 下方因为常年被迷雾笼罩 只有微不得神圣力 再加上对面远程只有法师比较多 所以只要开打前 把他们的蓝条给抽空了 对面远程就没得打了 可以直接转为近战输出了 而整个骑士团内 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爱丽丝一个人 要我说啊 学聪明点 直接在峡谷上蹲啊 陷阱埋伏来一波杀一波 36G没看过吗 当然这边估计也是心慌意乱 没想到这一茬 于是在得知了自己 肩负了如此重大使命的爱丽丝 将童老爷托付给了两个学妹 反向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 艾尔对爱丽丝就好像老师和母亲一样 但他分得清熟清熟住 在开战和祝福完爱丽丝之后 也被爱丽丝祝福 你一定要安全打完这一仗了 好家伙 这插旗技巧非常的娴熟 爱丽丝毅然朝着战场的方向走去 这时 边界线的大门已经摇摇欲坠 两方士兵隔着大门随时准备战斗 大门轰然倒塌 战场上气氛逐渐焦灼 就是刀把脸忍不住感慨 要不我们别找什么爱丽丝了 把这个虚拟影像技术带走 开个电影院 这不吊打好莱坞 分分钟走向人生巅峰 你可真是个商业鬼才 当个雇佣兵啊 属实是有点可惜了 当然 这技术 米勒知道带不走 刀把脸开个玩笑便放弃了 米勒起身开始指挥战斗 第一部队的哥布林和巨人组 飞快地冲了出去 整合骑士这边整装待发 治疗 肉盾 战士纷纷警惕起来 而这时 敌方队伍眼看都要冲到面前来了 红毛骑士忍不住摸了摸手 想起当初被同仁和幽杰欧唤醒的回忆 他把剑身上火焰爆起 弓箭离前而去 巨大的冲击波 破空将哥布林全部剑灭 每一发箭矢都精准打击到后方的哥布林 剑了鬼了 您就是核弹仙人 但是哥布林作为前线进攻 自然人口数量庞大 纵使是核弹仙人也无法完全击退敌人 很快 没被剿灭的哥布林上前 后方的副官也冲了上来 开始厮杀敌军 这时的哥布林的首领突破重围 核弹仙人的核弹剑也几乎使用完毕 他只好转用手中的刀 但没想到哥布林丧良心啊 带着手底下的四位哥布林围攻他 还用队友当挡箭牌 朝着核弹骑士捅了过来 被敌方心意控制的核弹骑士动弹不得 这时手下的副官冲了出来 在危机关头替他挡下了那一击 却被哥布林首领一抬手击飞 眼看哥布林举刀要斩掉副官的头颅 核弹骑士打破了限制 瞬间暴走 拉弓射箭 庞大的能量将哥布林首领顺秒不说 后方的哥布林队伍也被轰了个粉碎 而不远处的小法的队伍 面对巨人族的攻势 小法举起穿天剑 正对巨人族的头领 他手中白光一闪 那巨人族首领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他身前的队友已经倒地不起 身后的队友也被削掉了头颅 要不是首领躲得够快 地上的巨人的结局就是他自己的悲剧 队友的惨样让首领心生恐惧 会输给人类这件事使他无法接受 一度开始遥光暴走 巨人首领掀开碍事的队友 一个高频跳跃来到了小法面前 他打破了光粒子的限制 并且对小法的光粒子造成了影响 导致他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 巨人的重锤即将落下 就在这时 他手下四骑士之一的战士冲上前 硬生生地接住了这一起重锤 刀断了手来扛 手骨粉碎了 头颅也跟着抵挡住 与其是在这一刻迸发出了惊人的记忆 为小法争取到了脱离控制的时间 但他也永远地倒下了 法纳T.O.带着满腔的怒火和悲痛 穿天剑融合了他爆发的心意 太阳炙热的光束贯穿天地 而这一次 举着巨锤进攻的巨人 被他穿天剑一分为二 小法下令 将所有巨人拦截下来 不让他们有任何的突进机会 此时后方的右侧队伍内 见前线的两位骑士都在奋力战斗 位于后方第二部队的两个小姑娘 在观望下方的情况后 他俩发现 不需要太过操心 唯独隔壁左侧的前线和后方 都让人挺不安的 毕竟前线是上任没多久的新人艾尔 后方是刚苏醒没多久的莱恩利 甚至最后面的位置 还是补给队伍和佟老爷的所在地 于是两妹子一对视 PDRPDR的往左部队去了 果不其然 没什么战场经验的艾尔 被突袭的哥布林阴了一把 对方根本没打算跟他们打 而是去后面破坏补给 烟雾弹一放出来 艾尔就有钱乱了手脚 哥布林已经飞速越过前线 艾尔让战士们停下攻击 以免误伤自己人 后方的驻守队伍是莱恩利 前线被突破的消息传达过来后 众骑士们这才发现 莱恩利居然不见了 一个整合骑士丢下战斗和士兵逃跑了 因为俩稍前拉跨了整合骑士的缘故 导致人界军队左侧方阵方寸大乱 而位于峡谷上空的艾丽丝 看着下方人界和暗黑帝国的战争 死去的遥光化作金色的粉末 华作的神圣力全部收纳融合 最终这融合了无数灵魂的金色光球 在他手上汇聚成实体 至于逃走的艾尔利 这时正躲在后方的补给帐篷内 漠不作声 上期提到人界和暗黑帝国开战 整合骑士率先斩杀哥布林和巨人族首领 但左侧前线被山地哥布林越过 而后方的整合骑士莱恩利竟然临阵脱逃 赶过去的两个凑克骑士小姑娘 很快就在补给队伍这边遇上了哥布林 两人手脚利索地斩杀了敌人 骂骂利利 居然让敌人打到这后面来了 莱恩利你干什么吃的 而被两人嘀嘀咕咕骂的莱恩利 此时正蹲在物资存放帐篷内 他知道自己这样的做法不对 但是当初被大祭司否定了这事 让他备受打击 明明被武器选中了 却无法让武器记忆解放 小丑就直接将他封印了 莱恩利认为自己不是个合格的整合骑士 就在他深陷回忆之时 两位学妹推着童老爷进入帐篷内躲避嫡席 这时 迪杰发现了帐篷内有异想 立刻拔剑防备 小绿毛见自己被发现了 举起双手走了出来 迪杰这才看清 他居然是个整合骑士 于是连忙道歉 小绿内心纠结 坦言自己从战场上逃走了 因为自己没能守住防线 后面的补给队伍才会遇上敌人 两人没有谴责他 只是想拜托骑士保护一下同仁 小绿愣住 看了一眼坐在轮椅上失去神智的同仁 意识到 这就是击败了大祭司的见识 而就在这时 帐篷外突然传来响动 迪杰悄悄往外看了一眼 几乎外面什么都看不清 只有四三的烟雾 迪杰察觉到不对 后退两步 果然 帐篷的门帘被哥布林一刀劈开 对方看见了迪杰和学妹就立刻围了上来 莱恩利异常的紧张 他甚至都不敢触碰自己的武器 过往的记忆让他失去了自信 见到大会上 蚝友手中的铁剑受损 但鄙视过程中 两人都没有及时发现这一点 而就在小绿一剑劈下之后 蚝友的剑却突然断掉 莱恩利也没能收住那一剑 阴差阳错之下 居然亲手将蚝友斩于剑下 自那之后 小绿再也不敢随意使用武器 这也是为什么 他无法完全解放武器的原因 就在哥布林步步紧逼之时 小绿发现 轮椅之上动弹不得的同仁 此时正握紧手中的两柄剑 似乎在和僵硬的身体做抗争 小绿大受震撼 又想起了蚝友死前留下的话 成为一个优秀的骑士 莱恩利终于动了 他的手中飞刀一闪而过 在哥布林尚未反应过来 头颅就被削掉了半截 哥布林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打起精神的小绿 朝着两人点了点头 让他们先守在这里 一马当心的冲进了烟雾中 主动爆出大将的身份 果然整合骑士的身份 吸引了哥布林上前 小绿虽然胆怯 但在飞刀这一方面 非常的出色 哥布林只能看见 眼前白色的细线一闪而过 周边的哥布林顿时四分五裂 小绿使用飞刀之时 几乎没有敌人能近身 就在他一个人带着两柄飞翼 在战场上捂得虎虎生风之时 刀刃在迷雾中撞上了硬武 一下被回弹回来 山地哥布林的首领走了出来 山地哥布林抽刀将飞刀撞开 回旋的刀刃被小绿接住 他竟然被余威镇上了虎口 哥布林看出了他的胆小 暗笑他是个废物不足为惧 而小绿的确没把自己当作强者 可他手中的两柄飞刃 还从没解放武装过 能被大祭司认可的武器 会差到哪儿去 小绿心中闪过既有的面容 他深呼吸一口 直接跳过武装步骤 解放武器记忆 肆意以雷霆万军之势 飞旋朝着哥布林砍去 那首领一刀震开四翼 殊不知少年一个单手控刃 在他高举砍倒披向自己之前 一束荧光自上而下 贯穿整个峡谷 哥布林首领一愣 刚到小绿面前 他的身体就被一分为二 尸体从小绿身体穿过 这时两位凑合骑士 也终于找到了他 见对方还真把怪物给杀了 抱着立功念头来的两人 只能无功而返 在上次被童老爷训斥过后 他俩对整合骑士尊敬了不少 小绿听汇报补给队伍和大部队会合后 便让两人继续战斗 他冲着童老爷拿个方向点点头 以示感谢 然后飞奔冲向了前线 那黑树士首领也知道了三只先遣部队首领阵亡的事情 这女人知道人界那边至少派来了五名整合骑士 那些整合骑士不死 军队想要往前突进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于是树士女立刻下令 调动所有的恶龙突袭 她端着酒杯自觉圣券在握 殊不知 这时在峡谷拦截的只有骑士长贝尔库利一人 大批的飞龙从峡谷上空飞过 而那里是骑士长一早就布下的陷阱 在飞龙进入指定区域后 贝尔库利举起时穿剑 以数以万剑的斩机扭曲了空间 将所有的飞龙斩杀于陷阱之中 仅他一人足矣 得知飞龙全灭后 女首领震惊了 对面有大批的术士部队 战斗每分每秒都在推进 女首领也猜出了那一招 多半是整合骑士的技能解放 女人冷静了下来 再次下令将狼人部队和黑术士部队调动过去 黑术士部队瞄准了人界正在战斗的队伍 爱丽丝呆愣在上空 底下的战场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手中是浓缩了整个峡谷神圣力的能量球 下方不断的有人类和压人死去 爱丽丝能感觉到 敌人身上拥有着和他们相同的灵魂 只是出生地不同 就需要这样战斗吗 但还没等他想明白 敌方的队伍乌泱泱的出现在他的攻击范围内 黑术士姐妹团正打算按照首领的指令 释放群体技能 结果一群人抬手下令时 才察觉到了不对 蓝条呢 我的蓝条 怎么不见了 队伍中有人疑惑 该不会是神圣力枯竭了 副队长傻眼 你跟我开玩笑呢 这死掉的人可全部都是神圣力的来源啊 要是枯竭了 谁能抽走这么多 于是抽走魔力的元凶爱丽丝 他手中的金贵剑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细闪的金贵天女散花一般落入峡谷 随后轰鸣声响起 整个峡谷内所有敌军 所有的先前部队瞬间被剿灭了 爱丽丝有些神情不仁 乘着飞龙回到了军营后已经脱力了 小法一把接住倒下了他 表示敌军已经被压制了 你做得很好 但爱丽丝斩杀了敌人 他们死后的灵魂还飘荡在峡谷之中 得先让治疗把那些转换的能量消耗掉才行 现在还不能大意 因为对面还有大批的士兵没有出征 小法点点头 立刻让士兵继续治疗 好家伙 一滴都不给敌人留啊 爱丽丝摸了摸自己的龙 见不远处站着的艾尔 他浑身是战斗后的血污 没能扛住地方的势力的进攻 他手下的士兵重伤 前线被突破 艾尔备受打击 竟然钻了扭脚尖 爱丽丝出言安慰 这时霞骨身处的迷雾涌动 本以为被击杀的狼人族首领 竟然扛过了爱丽丝的一击还活着 狼人已经神志不清了 但还是记得将光之女巫带回去的念头 而这个光之女巫指的正是爱丽丝 爱尔大怒 你当着我的面抢师傅 还没等他出手 爱丽丝先走上了前 他问狼人为什么要找我 狼人首领迷迷糊糊的回答 是皇帝的指令 只要找到女巫献给皇帝之后 狼人族就能获得宽阔的草原和充足的食物 子民会过得更好 为了狼人族 他身为首领 就有必须找到女巫的责任 说着他奋力的冲向了爱丽丝 却被斩鱼见下 爱丽丝将狼人首领的灵魂汇聚往了草原 至少让这个将士魂归故里了 而另一边 女术士首领因为突袭计划失败 正向皇帝找借口 说是战场的能源衰竭 术士首领浑身是冷汗 但米勒并未怪罪他 甚至在知道女人想要杀死队友抽取魔力后 十分愉悦 于是问术士 三千条性命够吗 女术士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但很快 她看见下方的猪人一族 立刻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露出了变态的笑容 同时得知了自己就是暗黑帝国的目标后 爱丽丝决定由自己作为诱饵 剩下的队伍就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剿灭剩下的敌军 爱丽丝一直对同仁昏迷前自己听见的消息耿耿于怀 对方让同老爷带他去祭坛 他打算趁着这个机会过去看看 贝尔听后并没有反驳 不过他并不打算让爱丽丝一个人去 他和另外两名整合骑士将一同前往 吸引暗黑帝国的注意 骑士长下了决定之后 法纳T.O.见他整装待发的背影欲言又止 最终他什么都没说 而是转身离开了 另一面拿到了米勒许可之后 女首领找到了诸人组长 趾高气昂的命令诸人交出3000个士兵来献祭 诸首领怎么会同意 他刚要反驳 这是他的恋人拉住了他的手 身为公主的恋人对着首领摇了摇头 说他愿意带着手下的3000族人为皇帝献上性命 诸首领无法反抗皇帝 只能含泪看着恋人牺牲 而他俩的爱情故事遭到了制造这一切的女首领的嫌弃 首领眼睁睁的看着恋人带着士兵们走进阵法之中 那些术士们甚至为了完全榨干暗黑力 直接用了最残暴的手段 将尸体抽干爆炸 诸首领见状更是愤恨不已 看着那些被召唤出来的虫子 术士首领无比的兴奋 一想到如此强大的力量即将为自己所用 他愉悦的抚摸着自己的身体 等待着对面的整合骑士送上门来 随后一声令下 死骤虫瞬间冲向了爱丽丝等人 这东西用剑和盔甲根本无法防御 骑士长察觉到不对 身后就是大部队 撤退的话 后面的队伍必死无疑 几人驶入上升吸引这些怪物 然而这一招并不管用 爱丽丝见状立刻掉头回去 这时他发现 艾尔多利耶没有半分后退 驾驶着飞龙主动冲向了虫群 爱丽丝没能拦住 只见艾尔一挥长边解放5G记忆 蛇神将虫子们纠缠住 艾尔将它们一路拽上了天空 他回头看了一眼爱丽丝 三千多诸人性命的诅咒又岂是那么好解开的 死去虫将分散出来的蛇手吞没 然后顺着长边一路吞噬到艾尔的身体 他的天命在极端的痛苦之下飞速下降 此时同人身边的蓝薔薇之剑微动 在天命耗尽之时 艾尔陡然感受到背后有一只手推了他一把 这一下竟然直接让他打破了天命的限制 一路拽着这些虫子飞奔向天空 他的天命不断被消耗 最终在-50万的位置停下 爆炸声响起 蛇神反向吞噬了诅咒 这位是真男人啊 爱丽丝奋力冲上前 拽住了艾尔坠落的身体 可艾尔的身躯早已被虫子吞噬大半 在爱丽丝的怀中 他似乎看见了记忆中的母亲 最终 他为爱丽丝失去眼泪 释怀地叫了一声妈妈后 他的身体化为星碎 灵魂归于大地 一位坚毅勇敢的骑士的牺牲 令人钦佩惋惜 徒弟的死让爱丽丝异常愤怒 他拾起艾尔的长鞭 带着失去了主人的飞龙 冲向了那些术士师 没了神圣力和诅咒 这些术士师不堪一击 在爱丽丝的反击下 瞬间被剿灭 术士首领终于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幻想着成为世界之王的他 自然不会让自己死在这里 于是这人立刻杀了两名队友 替自己续命 爱丽丝剿灭了术士群 骑着飞龙在峡谷中 正式向皇帝宣战 米勒一看 人都送上门了 兴奋地准备将这个可口的灵魂 抢到手里 上期说到 暗黑帝国出卖队友刷技能 真男人艾尔多利耶 为了阻拦死咒虫 用付50万的天命 挡下了攻击 爱丽丝因为徒弟的牺牲 对暗黑帝国展开绞杀 当爱丽丝出现在暗黑帝国上空时 米勒这个变态狂喜 想到了他的青梅 爱丽西亚 他打算抢到爱丽丝的摇光后 好好蹂躏一番 于是立刻下令 让全员出击 由拳斗士带头冲锋 爱丽丝和骑士长落到地面 开始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贝尔库利敏锐地察觉到 敌方势力中 没有自己老对手的气息了 难怪这一仗对面打得稀烂 如果老对手死掉的话 想要弹劾确实有些困难 只有先击败敌方的皇帝才行 这时 莱恩利赶来汇报消息 敌人已经被剿灭了 后方部队正在往前移动 贝尔点点头 看着小绿撤走 心中有些感慨 大祭司创造整合骑士的手段 固然过分 但仔细想想 以后不能看见这种天才剑士 加入整合骑士 贝尔不禁有些可惜 爱丽丝摇头否认 成为整合骑士 不一定要冻结天命 或洗去记忆 只要想保护人界 都可以成为整合骑士 就在两人闲聊之际 远远就听见平原上 传来整整脚步声 拳斗士们纷纷朝着这边赶来 贝尔皱眉 他最头疼这些家伙 这群人沉迷练体 从来不用剑或者盔甲 凭借锻炼肉体 就能达到肩不可破的程度 可以说是相当难缠的一群人 然而就在两人打起精神 准备迎敌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女声 两人吃惊地回头 这位女骑士谢塔 似乎对这些拳斗士十分感兴趣 主动选择了应战 而此时敌方的首领 也兴致勃勃地 打算对战整合骑士了 可当他真看见 远处战力的人影后 首领一脚杀猪 见来的只有一个谢塔 还以为他是术士师 结果谢塔十分呆猛 耿着地说他并不精通术士 全都是首领没啥耐心 见谢塔是女人 干脆派出了女下属出去迎战 但这一波属实轻敌 谢塔拔剑 纤细的似乎一折就断的长剑 让敌方误以为自己被看清了 女权势愤怒地朝着谢塔挥拳 却被斩断了半边手臂 顿时倒地不起 谢塔叹了一口气 当初大祭司一眼看穿了他的本性 谢塔并不擅长和别的骑士沟通 大祭司并未责怪 而是将谢塔的杀意凝聚在了黑白河之中 为他锻造了这一柄细剑 鼓励他继续斩杀敌人 于是谢塔一甩剑 静止越过了拳斗士的首领 在人群中剑光翻飞 轻盈的像是一只握不住的紫蝴蝶 而随着他的剑光晃动 不断地有敌人被掀飞出去 山崖上的爱丽丝和贝尔看得嘖嘖撑起 两人根本感受不到他身上的杀气 见这边局势大好 贝尔立刻叫上爱丽丝去另一边做伏击准备 后方的小绿正带着人埋伏在补给部队的前方 但却没有料到他们蹲了一波空气 刀疤男因为闲得没事干 一早就找到米勒为自己安排了行动 他在补给部队驻扎之前 就潜伏进了树林中 巡逻的士兵尚未反应过来 就被刀疤脸捂着嘴 悄无声息地抹了脖子 此时战场上的谢塔的身影在人群中翻飞 全都是首领气不过了 居然敢无视我 寸进天开 首领上去就是一拳 谢塔反手应接 盔甲被拳头的力道震碎 小谢回首一剑 首领绷紧手臂 这才没让自己走上女前师的结局 小黄毛高举着带着烈焰的拳头 擦过谢塔胸前的盔甲 他后退一步舔了一口伤口 哼 有趣的女人 哎 打架就打架 说这话干什么呢 小首领觉得谢塔人不可貌相 看着挺娇小的居然这么能打 还杀了自己不少的下属 首领回头一看 他以为自己已经被杀了的下属 居然只是受了轻伤 小首领大怒 问谢塔为什么要放水 是看不起他们吗 草 我要是他下属 我高低起来给这首领两拳 怎么绕 被打就得必须死是吗 谢塔放水的做法的确激怒了小首领 他摆开架势 突然原地尬了一套拳法 在队友的助威下顺利地点燃了新一技 一个俯冲冲向了谢塔 小谢正准没还击 没想到敌人居然用的是脚 腿甲碎裂的同时 谢塔反手划伤了拳击手的小腿 被踹出去之后 小谢浑身盔甲粉碎 小首领看呆了一瞬 又忍不住夸了小谢一句 不过他看见小谢面无表情的对战 又有些不爽 所谓天然客之男 两人同时蓄力 小首领脚下金光跃动 而谢塔的剑锋闪烁 两人都决定用最后一击一决胜负 最硬的拳头和最仙气的剑 一瞬之间 两人剑拳相交 庞大的能量带来的冲击波 让众人睁不开眼 谢塔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硬的敌人 难免有些喜悦 而小首领也察觉到了 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法战胜谢塔 正当他打算欣然赴死的时候 下属突然将两人撞开 后方大部队已经抵达 不能在这里继续拖延了 而谢塔一人也无法对战这么多支队伍 立刻叫来了自家的龙脱离战场 面对小首领的询问 谢塔这才留下了性命 他俩干架 我平白无故 吃了一口狗粮 有完没完 这是另一边的补给队伍内 小学妹警惕地走进了森林中 而等待着他的正是刀疤男 他鬼鬼祟祟地靠近学妹 刚要偷袭 却不料眼前一抹荧光闪过 猎物居然亮起了爪子 同人交过学妹 利用全身感知敌人 所以刀疤脸的偷袭 立刻就被他识破了 学妹深知实力不敌敌人 于是高呼一声 敌袭 士兵们纷纷涌出 但刀疤男带的人也不少 前方埋伏的小绿傻眼了 他是动也不行 不动也不行 动了 埋伏被发现 功亏一篑 不动 补给队伍被全灭 前线推进出大问题 就在他纠结之时 骑士长带着爱丽丝出现了 贝尔让爱丽丝支援后勤 自己去阻挡拳斗士 后方五千人的大部队 爱丽丝点点头 立刻朝着补给队伍赶去 刀疤脸步步逼近 打飞了学妹的剑 举手就想将其斩杀 他的爱好就是杀戮和玩弄角色 然而还没等他动手 众人感觉天空陡然爆出一抹光 学妹愣住了 口中喃喃 使提西亚神 只见神明抬手 极光所到之处 地面张开了无尽深渊的巨口 学妹赶紧从刀疤脸 剑下逃走 偷袭的暗黑骑士 纷纷掉入深渊 而另一边 拳斗士眼前的战场 也裂开了巨大的地方 刀疤脸被神明一直 脚下一空 那是个无底洞 他倒不害怕死 但看见漂浮着的神明外貌后 刀疤脸瞪大了双眼 雅思纳登入的账号 的确就是官方编号01的创世神 使提西亚 绑定的技能就是无限操控地形 但这个技能会对遥光 造成非常严重的负荷 一旦出现不适 就需要立刻停止操作 此时漂浮在空中的雅思纳 将地形更改之后 扶住了有些眩晕的头落地了 两个学妹将她视作神明 但雅思纳没有米勒那么会装 当即否认了自己神明的身份 听见学妹感谢她 并且还提及到了同人后 压走两眼泪汪汪 说自己就是来找同人的 灯光师先出来挨个打吧 这绿了巴基的 暗示啥呢 两个学妹将雅思纳带到了同人面前 于是医学奇迹诞生了 同老爷虽然失了智 但在看见雅思纳的瞬间 那种求生欲一下就起来了 压走心疼的不得了 一把抱住了同人 好好一个男朋友被整成这样 说不了话做不了事 只能蹲轮椅 同老爷估计也觉得自己太惨了 两人眼泪直往下掉 在见到爱人之后 雅思纳终于想起了正事 向两位学妹解释了自己和同人来自同一个世界 现在是来帮助他们的 见两学妹神情不解 亚总就问他们 能见这里的指挥官吗 刚被帮助的两个学妹点头答应 没想到一出马车 金贵剑直袭亚斯纳面门 她拔剑挡住 爱丽丝显然是把亚总当做敌人了 她质问亚斯纳 为什么要接近同人 亚总诧异了 这他妈是我对象啊 修罗场 同老爷 你真是个罪孽深重的男人 不过两人的战斗没持续多久 就被骑士长打断了 由贝尔出面作证 亚斯纳的嫌疑被洗清 得知亚总来自另一个世界之后 骑士长意识到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于是立刻召集了 目前战场上所有的大将 爱丽丝却还在防备着亚总 并且警告亚总 以后见着同人 必须要经过她的允许才行 两人不欢而散 一旁的递节拍了拍好友 学妹一脸惆怅 同老爷的修罗场 他居然连参合的机会都没有 当晚的军营中 亚斯纳向在场的士兵解释了 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事情 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下 亚斯纳告诉他们 现实中已经有敌人 想要毁灭这个世界了 他是来保护世界中 仅存的摇光的 而敌人的目标只有一个 骑士长已经猜出来了 那个目标就是爱丽丝 亚总向爱丽丝解释 现在只有你登出世界之后 现实的敌人 才会放弃毁灭这个世界 爱丽丝不敢置信 要他登出这个世界 那不就是等于 抛弃战友独自逃生吗 这样的事情 爱丽丝当然不会同意 亚斯纳能够理解 但眼前的现实就是这样 假如爱丽丝被敌人抓走 那么这个世界 就会因为目标到手而被毁灭 爱丽丝陷入了纠结之中 骑士长点头示意知道了 难怪暗黑帝国那边的皇帝 一复苏就下令抓爱丽丝 现在想想 就是现实来的敌人没错了 亚斯纳震惊了 心说比加你小子坑我 暗黑帝国的账号那边 为啥没上密码锁呀 剑亚总陷入沉思 小绿也有些纳闷 为啥敌人就盯上爱丽丝了呢 一旁的谢塔 猜出爱丽丝应该是 打破了右眼的封印 毕竟谢塔以前 也想过一些 比较大不敬的事情 骑士长点点头 一旦他们出现 违背指令的事情 右眼就会变得很疼 而爱丽丝为了和大祭司战斗 失去过右眼 后来又恢复了 这时爱丽丝突然想起 大祭司将右眼的封印 称作为Code871 当时他没能理解是什么意思 但现在想想 可能指的就是 外界给他的封印 这话一出 雅思纳终于反应过来了 所谓的禁忌目录 右眼的代码 全都是为了限制这个世界 这违背了菊刚和比加 最开始的目的 所以拉斯内部有内鬼 亚总陷入了恐惧 但他一想到爱人 还被困在轮椅之上 为爱泽刚的亚总摇了摇头 将恐惧抛之脑后 告诉众人 打破封印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现实世界的众人 没有这限制 所以像爱丽丝这样 打破了禁忌的人 已经和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人们 没有任何区别了 草 悠久 你死得太早了 但当骑士长问亚斯纳 他找爱丽丝的目的 又是什么时 亚总摇头 他将爱丽丝当作人类对待 所以希望爱丽丝 在抵达了另一个世界之后 能够自己做出判断 不过亚总也提醒 现实世界并非美好的 甚至可能比这个虚拟世界 还要丑陋得多 但是现实也有善良的人类 就像同人一样 愿意保护他们的人 密码正确 爱丽丝终于没有那么反感了 但现在的目标是击败敌人 和暗黑帝国达成和平契约 有了亚斯纳加入战局 众人士气大振 当晚亚斯纳来到佟老爷房间外 就发现爱丽丝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两人没有了第一次见面后 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感 而是面对情敌的压制和炫耀 爱丽丝向亚总提出做情报交换 他可以将这段时间 照顾佟人的故事说出来 但相应的 亚斯纳也得告诉他 自己是怎么和同人认识的 就在两人即将进入修罗场之时 一旁的小学妹也加入了进来 随后之前指明过 同老爷的学姐也出现了 四个妹子相视一笑 亚斯纳正宫气场贼吻 还真就同意了 四人一起交换情报 草 同老爷估计是想醒也不敢醒了 高低得把搓衣板和榴莲跪烂 上集说到 亚斯纳终于带着创世神账号进入游戏 并向整合骑士 解释了爱丽丝和黑暗帝国的情况 最后四人为了争夺同老爷 在房间内开启了小会 帐篷内骑士长孟茴自己和大祭司夜谈 大祭司是个谨慎的人 每天都在担忧没能掌控世界 敌人就会对自己出手 当时骑士长不理解 但当战争打响 他似乎懂了大祭司说的压迫感是什么了 另一边房间内四人聊了一宿 早起后全没给同老爷喂早饭 发现同老爷干饭积积了些 爱丽丝打去 该不会是四个美女陪她睡了一宿 所以恢复了不少 亚总不禁露出了坚强的笑容 红人啊 要不你自己挑个榴莲壳吧 就在四人打去之时 上外突然响起了号角声 亚总和爱丽丝换好衣服 迅速向外奔去 骑士长站在高山上 打开望远既能朝另一边的地方看去 暗黑帝国方显然等不及了 皇帝居然下令让所有军队 在悬崖边搭上绳索 不带任何粮食 空手扒着绳子引渡过去 这种做法无疑是将士兵当成工具来用了 全斗士的首领急得要死 却只能不断地看着手下的人 朝着悬崖内头爬去 然而悬崖下方的风一吹动 战士们摔下去不少 这些士兵的死不是光荣战死 仅仅是因为皇帝强制下令引渡 只为了抓住所谓的光之女巫 全斗士首领被这种蛮横不讲理的命令 气得咬牙切齿满嘴鲜血 骑士长明白战争的残酷 甚至现在就是最好的制敌机会 避风下方是无底深渊 全斗士首领纵使百般不愿意 却不得不遵守皇帝的指令 心中迫切了希望族人能够越快引渡越好 当第一批将士引渡过去之后 首领刚松了一口气 却看见整合骑士众人一路朝着这边过来 他顿时感觉不妙 最后整合骑士一众 将落单的引渡士兵纷纷斩杀 莱恩利举起手中的飞刃 回旋的荧光瞬间砍掉了两岸连接的所有绳索 数不清的士兵摔进了悬崖中 而全斗士的首领终于意识到了 战争根本不是和强者切磋 战争是残酷的 是无情的 正当他为族人牺牲痛苦之时 米勒却还在感慨人界的智能性真高 此时拉斯基地的总部 敌方技术员闲笑一声 将游戏内部和外部的时间调至同步 他将暗黑帝国的骑士名额连接 甩到了大洋彼岸的阿美利卡 无数美国网友一听 有真人屠杀的游戏 纷纷加入了战局之中追求刺激 这么大批的海外账号登入游戏的情况 一下就被观测的结衣给捕捉到了 他立刻打通了施奈和职业的电话 将两人一个出租 送到了六本木的拉斯分部 基地内比加从瞌睡中醒来 看了一眼亚斯纳登入的时间 差不多是十个小时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了 再怎么说也该到战场上了 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举刚赶紧接了起来 六本木的拉斯工作人员 语气疑惑的问举刚 这门外来了两个女子高中生 一个叫丽法 一个叫施奈 还说什么让你赶紧去看看 遥光世界内的时间流速 比加一愣立刻掉出操纵台 顿时脸色苍白 遥光世界内的时间和现实同步了 与此同时 职业和湿奈被带到潜行室内 游戏中 杰一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利兹一众 当利兹问能不能再推上留言制止的时候 杰一摇了摇头 这本就是日本的秘密研究 一旦曝光在现实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但假如爱丽丝真的落到了美国佣兵的手里 那么他百分之百会被当作战争武器使用的 杰一明白 亚总和同仁之所以会这么拼命 就是为了不让爱丽丝走向这个命运 而对于杰一来说 爱丽丝算得上和自己出自同源 现实中所有的虚拟潜行的玩家们留下的回忆 创造出来的故事 融合在了一起才有了摇光 最终诞生了爱丽丝这个独特的灵魂 这一刻 杰一似乎摆脱了人工智能限制情绪的系统 她能替爱丽丝感同身受的难过 不愧是毛肠惊严出品的闺女 功能就是高啊 希莉卡和利兹纷纷安慰她 一旁的克莱因问杰一 既然敌人那边可以召集网友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杰一摇了摇头 毕竟日本和美国有时差 现在的日本是凌晨4点 而美国眼阳高照 他们根本召集不了多少人 在对方人数压制的情况下 同等级是非常难打的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所有玩家养成的满级账号转服 不过这个办法却有一些问题 最后利兹在ARO内开了一场动员大会 她将摇光世界的情况讲述给了玩家们 试图劝说众人去拯救摇光世界的人们 大多数人听了只觉得扯淡 虚拟世界的角色怎么能算人类 而风精灵的组长也知道 同仁这个网影少年 长时间没有登入游戏了 肯定是出事了 听见账号转移的事情后 她便询问了具体的情况 第四解释 摇光世界和真实的世界相差无几 但他们的世界内没有系统版面 所以无法强制退出 唯一的退出办法就是死亡 而摇光世界内并没有痛觉吸收装置 一旦死亡 感受到的痛苦就和现实相差无几 场地内议论纷纷 而另一个问题 就是控制台被敌人夺走了 玩家可以将账号转入游戏 但很有可能账号无法再转移 最害的结果就是账号丢失 丽兹说完众人大惊 连死亡痛绝 他们都只是议论了一番 却听到账号可能会丢失之后 这些玩家群情激愤 我号丢了 你赔吗 丽兹知道这个需求有些强人所难 但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 能帮助妖光世界了 但ARO有玩家知道 他们是SAO的幸存者 认为丽兹就是想驱弱精灵毒的实力 毕竟SAO的玩家当初经历过死亡游戏 之后在玩游戏都会对玩家生起警惕心 丽兹大受打击 但在看见台下熟人的面孔后 他鼓起勇气反驳了那个玩家 SAO的玩家怎么了 吃你家大米了 我们被国家怀疑是预备恐怖分子 被民众议论围绕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接受心理检查 甚至会被逼着吃一些药物 这服气给你 你要不要啊 但即使是这样 丽兹仍然不愿意离开虚拟游戏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SAO内的两年全部都是真实经历过的日子 丽兹的话让那人被耿住 他身后的小伙伴们也纷纷上前鞠躬 恳请众人伸出援手 就在外界动员时 遥光世界内部的战场上 整合骑士斩断了引渡的绳索 随后战场上空 数以万计的星红数据落下 那些人正是美国的玩家 这些突然出现了穿红盔甲的玩家 让暗黑帝国的众人以为支援来了 但下一秒 对方举起大刀 不分敌我 直接将身边的士兵一刀砍死 所有人都愣住了 雅思纳皱眉 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 一抬手直接控制了地形 让那些玩家和这个世界的人们分割开 技能损耗太大 雅思纳连着用了好几次 已经头疼欲裂 而杀戮还在继续 亚总再次举手 爱丽丝制止了他 他让雅思纳先休息 剩下的交给他们整合骑士就行了 众人点点头 于是骑士长带头冲锋 但因为山脉被割断 暗黑帝国的军队一直被玩家们屠杀 地缝另一边的拳斗士首领终于忍不住了 而此时米勒坐着飞龙越过地缝 面对下方自相残杀的将士不管不顾 拳斗士终于把自己逼急了 他右眼仗痛 一怒之下 这位猛男直接将自己的右眼硬扯了出来 强行打破了系统的限制 反正米勒这个载种 从来没有说过要和红色盔甲的士兵合作 于是拳斗士钻了空子 下令让拳员渡桥先腾娘的打红色盔甲 副官傻眼了 这么大个悬崖 我上哪渡桥啊 拳斗士气势惊人 说自己过去找能搭桥的人 他脚下燃起烈焰猛的冲了出去 一个腾空 眼看还差一点 副官一手抓住了地上的石头 为了丢出这块脚踏石 庞大的力道之下 他的右手也随着石块飞了出去 亚思纳看着玩家大肆屠杀战场上的士兵 SAO的后遗症再次爆发 亚总一怒之下冲进人群 连杀数人之后 踩到了地上的鲜血给划了脚 被敌人的斧头砍去了左手 亚总脸色苍白捂着伤口 瞬间被敌人包围 就在他以为玩犊子了的时候 拳斗士首领突然出现 替他挡下了攻击 随后猛的一拳砸下 亚总下意识的一挡 发现这人攻击的并非是自己 而是四周的玩家们 首领一把抓住了亚思纳 提出合作协议 只要亚思纳架桥 他们拳斗士可以配合人界军 先消灭这些突然出现的敌人 在这期间 他们都不会出现攻击人界的士兵们 亚思纳有些犹豫 这时谢塔站出来 替拳斗士说话 亚总见有人担保 于是点了点头 这两边架起石桥 另一边深陷战斗中的 爱丽丝精神紧绷 在不断的屠杀之中 他感觉到了厌恶和烦闷 最终在解决了一批 冲到面前来的玩家后 爱丽丝扫开四周的敌人 冲向了南面的山脉 贝利见他的节奏乱了 意识到不妙 果然 米勒那个载种 骑着黑龙 就将爱丽丝迷晕了拽走 小绿的飞翼 横扫了骑士掌周边的敌人 贝利冲着他点点头 立刻换出自己的飞龙 也朝着爱丽丝追了过去 等士兵将爱丽丝 被抓的消息递过来时 亚思纳刚刚修复了自己的断手 看到皇帝把人抓走后 全都是纳闷了 一个载种原来不只会看戏啊 他问亚思纳 要是皇帝抓到了爱丽丝 会怎么样 亚总神情严肃 爱丽丝要是被皇帝带走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毁灭掉 全都是一听 行啊 这皇帝是把他们当炮灰使唤了呀 你不仁 那就别怪全都是不易了 果然挖了眼睛之后的全都是 是聪明了不少 反正皇帝抓人目标达成了 之后他们就可以自由行动 哪怕和人界合作 都不算违反命令 于是全都是一拍手 决定带着队友留下来对付这些玩家 其他提醒亚总 飞龙无法持续飞行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亚总点点头 立刻骑着马带着大部队追了上去 而谢塔则留下来 陪拳斗使一起对战敌人 与此同时 现实的基地内 刀把脸从死亡后遗症中醒来 听见技术员说 他已经将两个世界的时间同步后 刀把脸大骂猪队友 隔壁自卫队快打进来了 技术员鄙视的看了他一眼 队长说的战术 你也敢否认 在技术员的一通解释下 刀把脸才知道 米勒已经将爱丽丝抢走 正越过人群朝祭坛赶去 唯一的问题就是 在他身后追逐的人界军 不过技术员丝毫不慌 他手中还有等待复活的 两万多玩家 只要等待时机成熟 他将这些人一口气 空投到人界军那边 分分钟人数碾压 然后再将时间调回一千倍 爱丽丝不是手到擒来 刀把脸摸着下巴觉得未必 毕竟他已经吃过亏了 说着说着 刀把脸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眼神一领 兴奋地拉着技术员 说自己要和这些空降玩家一起进去 只要SAO的闪光在里面 那么那个黑衣箭矢 肯定也在内部 刀把脸显然也是SAO的幸存者 可技术员却犯难了 你才刚刚把账号给我败了 我上哪儿给你找高级账号啊 没想到刀把脸只是白白手 账号他这里倒是有一个 不过有一些特殊就是了 此时遥光世界内部 雅思纳带着后勤部队走直线 进入了盆地下方 却没想到第二批玩家 被直接空投到了盆地四周 数以万计的玩家将他们瞬间包围 就在莱恩利准备牺牲自己 冲进人群开路时 所有人都看见昏暗的苍穹中 突然出现一抹金光 手持弓箭的神明自天空落下 他一张手 掌心中的金色光球化作弓箭 晚宫 金光羞的一声在盆地上空炸开 刚登入的玩家毫无游戏体验 瞬间就被秒杀了 神明落地 雅思纳眼含热泪 施奶 前沿爱丽丝被米勒卢走 刀巴胆背地里酝酿着新的阴谋 雅思纳被围堵后 施奶神兵天将 一发光剑秒杀了包围众人的玩家们 施奶从天而降 看见好友亚总落泪了 施奶告诉雅思纳 五公里外有一个位置不错的遗迹 那里应该可以驻扎部队 见雅思纳点头 施奶有些犹豫地问他 我能见见同人吗 正宫微微一笑 反正也不插着一顶帽子了 便答应了下来 施奶一进车厢内 两学妹大惊 这不是卡米萨妈吗 施奶摇头否认 并且也向两人坦白 他的雅思纳来自同一个世界 并且他们都认识同人 此时暗恋同人的小学妹 别了别嘴 怎么都是女孩子呀 施奶微微一笑 就这还没完呢 可当施奶真的看见 坐在轮椅上的同人后 他心疼地抱住了自己的暗恋对象 同老爷似乎有了一些反应 下一刻 施奶亲在他的脸上 同老爷握住蓝薔薇的手一颤 亚总眼泪汪汪 同老爷 这我哪敢动啊 当然雅思纳快绿习惯了 自然也不会怪施奶 但听见施奶自带飞行技能后 雅思纳便拜托施奶 先去帮助爱丽丝 此时被爱丽丝剿灭的 树式石峡谷内 猪人首领逃过一劫 他从废墟中找出了爱人的额氏 悲痛万分 正要哀嚎 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惨叫 职业从天而降 砸在了废墟之中 猪人被气流先飞出去 两人一个对视 猪人顿时怂了 而职业是个擅长打直球的 在得知这个世界 每一个遥光都拥有自己的灵魂后 他对待猪人的态度 可以说是相当友好了 猪人首领还是第一次遇见 完全不在意他种族的人类 立法的主动示好 属实把猪人首领整不会了 他支支吾吾的问立法 你就是人间的整合骑士 那我要把你绑了 做俘虏 带去见皇帝 立法一听 呀 磕水来了送枕头啊 赶紧的 把我绑到皇帝面前去 我杀了他 猪人一看立法如此老实 有些迟疑地将立法的手绑了起来 而就在他打算带走立法的时候 两人周身弥漫起了一阵黑雾 猪人只听见立法一声惨叫 还一回头 就看见立法被术士女给捆了起来 猪人杀了俩队友狗活了下来 一把拆掉了立法的盔甲 将手指化作触手 贯穿了立法的身体 开始抽取他的天命 猪人因为立法之前的和善态度 所以对他的好感还挺高的 见他被术士女如此折辱 立刻出言阻止 让他瞬间打破了右眼的限制 一刀朝着女术士的腿砍去 女人猝不及防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猪人瞎了一只眼 这一刀自然是落了空 术士女甩出了金刚狼的指甲 高跟鞋踹在了猪人的脸上 就在他高举双手 准备砍杀猪人之际 却发现自己的两条手臂没了 术士女不敢置信地回头 立法在触碰到地面后 账号自在地竟能生效 他举刀挥去 术士女死无全失 与此同时 迁移到一季内的人界军 听到了嫪妻的号角 雅思纳将同老爷交给两个学妹照顾 自己上前迎战供来的玩家们 无数玩家涌入一季之内 将人界军砍杀殆尽 雅思纳带着愤怒杀进了玩家群中 而此时刀八男站在一季上方 观察着雅思纳的一举一动 他倒是很熟悉雅思纳的行动 一眼就看出来 雅思纳心中带着愤怒 另一边骑士长骑着飞龙 一路追着皇帝赶去 发现米勒居然能控制飞龙的续航时间 而这这他妈是个充电宝 骑士长深吸一口气 高举石川剑 透过时间的缝气 他斩断了米勒坐骑的翅膀 没了坐骑 米勒无法带着爱丽丝继续赶路 贝尔很快就追上了米勒 他拍了拍自家的龙 命令他后退待机 而贝尔从龙身上一跃而下 靠着风元素生成 他一路踩着风朝米勒跑去 石川剑闪烁着电光 带着他的新一迹 一刀斩向米勒 不曾想米勒仅仅一个闪身 就躲过了这刀 贝尔立即掉头 再次砍向未来的时间 然而这一次 米勒竟然是空手揭白刃 吞噬他人心意 是暗黑神账号自带的技能 这么短的时间内 居然让米勒比融会贯通了 不仅如此 就在贝尔剑压米勒之时 他健身试探着弥漫出黑雾 将贝尔笼罩起来 骑士长大脑思维摆停 被米勒划伤手臂 就在他后退准备再战之际 米勒似乎找到了什么乐趣一般 黑雾弥漫锁住了贝尔的神志 米勒闪现上前 一挥手斩断了贝尔的左臂 剧痛之下战事长回过神 这次他没有后退 在止住血之后 贝尔哭力意识到 这或许就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战斗了 贝尔能看出来 爱丽丝将自己当作亲人 他也愿意回应爱丽丝那份亲情 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 举刀冲向 那个试图对自己孩子下手的米勒 就在贝尔陷入苦战之际 一记内部 雅思纳浑身血污 斩杀玩家过后 他几乎精疲力尽 可一记外 还是源源不断地有玩家涌入 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 流星一般的数据再次从天落下 雅总睁大双眼 是敌人的援军吗 而来人刚一出现 挥手就是一阵旋风 将面前的玩家绞杀了个干净 克莱因潇洒回头 雅思纳瞪大双眼 除了克莱因之外 埃及尔 西利卡 丽兹 纷纷出现 雅思纳感动地抱住两人 而前来持缘他们的 远不止他们 ARO内熟知的好友们 也逐一出现 当雅思纳从两人口中得知 帮助他们转移账号潜入的 正是自家闺女后 他顿悟了 浑身的伤痕恢复 一旁的小绿围观了半天 得知这些人是援军后 小绿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外面世界的人 都杀几眼了 没想到还是有正常人的吧 双方握手气氛十分友好 但援军只有2000人左右 亚总文言 立刻进入指挥角色 调动两边开始做迎战准备 而他自己则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准备一口气突破重围 冲击战斗的最前线 他一路上前线奔去 这一次身边都是熟悉的ARO中的好友 沉睡骑士 一众配合犀利 为雅思纳劈开了一条 通往前端的道路 一旁的朱尼也对他点了点头 亚总挑开敌人 有了好友们的支援 他信心大增 然而就在游戏内部战火纷飞之际 比加在游戏外差点急突了头 因为他们的疏忽大意 才造成现在的事情发生 好在结衣发现得快 不然结果简直难以想象 神代劝他冷静一些 由雅思纳他们创世神账号支援 问题不大 比加这才松了一口气 点开了童老爷的遥光数据 却在看到数据显示后 他突然愣住了 童老爷的自我意识 竟然出现了两段波动 比加立刻叫住神代 神代比较心细 一眼就发现 这两个情绪波动的时间段 正是亚总和施耐 与童老爷会合的时间 但比加不觉得 同人的意识 是看见熟人后带来的奇迹 人的大脑意识 哪有那么容易恢复 他们之前也从没有 对同人的意识做过复制 光粒子之间的影响 也被排除了 那他为什么会有 突然的意识波动呢 见比加陷入了魔症 神代立刻唤醒了他 但比加的碎碎念 还是吵醒了菊刚 和另一位工作人员 最后神代一句客观印象 直接将比加点醒了 人在世界上 不仅仅只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还有别人记忆中了解的自己 所以和同人熟悉的人们 在他们的脑海中 一定有关于同人过往的记忆 只要将那些关于同人的记忆 复刻下来再传输给同老爷 或许就能修复同人的遥光 而眼下和同人最熟悉的三人 都在专用仪器中潜行 一个妹妹 一个死枪事件合作人 另一个就是同老爷的对象 真是机不逢时啊 比加嘴角都飞上天了 但下一刻他又烦躁地抓起了头发 这个操作只能通过主控制式的后台操作才行 举杆安慰他 既然还有救就好 等事情结束了 再让几人帮忙复刻记忆就好了 比加却摇头了 同人现在的状态非常不乐观 一旦自卫队打进基地内部 整个基地的电源都会断掉 而到时候失去意识的同人 就会被强制弹出遥光世界 之后失去意识的同人 恐怕再也无法登入遥光世界了 比加本就对同人有些愧疚 毕竟对方影响了爱丽丝 被带着记忆丢进游戏一两年 失联之前还一直在地他们保护爱丽丝 遥光的实验才得以进行下去 比加不是过河拆桥的人 既然看见了同人治疗的机会 当然不愿意错过 于是他主动请应带上一号门卫机器人 前往主控制式的后台 通过网线接口实施计划 举杆问他能把二号机器人带上不安全点 比加无奈地摊手 二号没有搭载平衡仪器 所以压根走不动 一号门卫帮他吸引注意力 比加比较瘦 抖颈梯下楼到后台那边会比较快 就在比加信心满满地准备出发时 一旁被朝鲜的工作人员也脱下了白大褂 表示自己愿意和比加一同前往 他比较了解后台接口 我观此人笑不达眼底 一定心怀不轨 就在两人准备出发时 游戏内骑士长和米勒的对战也达到尾声 贝尔库利初见 但面对官方的外挂账号 他只能不断地被压制 蹬在地上被暴打了一顿 见风交战之后 米勒觉得玩够了 他认为贝尔的灵魂太过于沉寂无趣 准备直接将他斩杀 而骑士长费力的起身 一步步走向两人对战留下的血迹 嘴里还念叨着时间 他正在寻找击败米勒的时间空隙 而这一举动被米勒看了出来 他一手贯穿了骑士长的胸口 将他击飞出去 败局已定 此时骑士长双眼的光芒闪过 他的飞龙第一次反抗了他的指令 冲了出来将米勒的手咬住 但他自身也被米勒轰了个对穿 不过飞龙确实为贝尔库利争取到了时间 他高举着手中的剑 一刀砍向了虚空 米勒意识到不妙 却被飞龙再次绊住了脚步 贝尔库利的石穿剑跨越了时间 在他的心意和恋人的祈祷之下 一刀砍向了过去 正是皇帝断掉自己手臂之时 米勒的攻击没有打到骑士长身上 而他自己却被骑士长斩碎了账号 强行蹬出了遥光世界 爱丽丝像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境 梦中他被父亲温柔地抚摸着脑袋 而当他睁眼 却看见贵坐在他身前 已经逝去的骑士长的遗体 爱丽丝气不成声 而逝去的骑士长也再次看见了奎尼拉 两个在漫长岁月中 生出了知己异味的好友 一同消失在了天际 他最后放不下的只有法纳提欧了 小法已经还了他的孩子 之前在战场上没能说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天人永别 法纳提欧远听见爱人在弥留之际 留给自己的话语 小法悲痛不已 外界米勒为了抢夺爱丽丝 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在得知刀把脸用别的账号潜入后 米勒也掏出了一个新的账号 给了技术员 前言说到比加发现治疗同人的办法 骑士长用生命作为代价 将米勒的皇帝账号废掉 而与此同时 ARO内空降2000多名玩家 持人雅斯纳 战局似乎有所好转 施奈那边八百里加急 却还是来晚一步 等他来到现场的时候 爱丽丝正抱着贝尔的遗体 时声痛哭 施奈有些愧疚 没能救下骑士长 但却阻止了爱丽丝返回战场的念头 而是让他继续向着祭坛出发 一定要登出游戏 爱丽丝不解 明明皇帝已经死了 为什么他还要离开 施奈向他解释 外界进入遥光世界的人 在这里死去 却并不会在现实世界中死亡 他们甚至还能再次复活 进入遥光世界 说到底就是第四天灾 爱丽丝大受打击 如果一场战斗只有一方牺牲 那骑士长的死 不就完全白费了吗 时奈目光坚定 他看向爱丽丝 骑士长和同人的付出 都是为了保护你和这个世界 只要你能顺利的登出 遥光世界的众人都能获救 他们的牺牲都不是白费的 他们为你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爱丽丝双眼通红 最终还是选择朝着祭祀坛移动 另一边拳斗士所在的大部队后方 首领已经精疲力尽 他看着队友伤痕累累的身体 钻紧拳头 认为这样战死的结局也不差 只是首领的视线看向了战场上的谢塔 谢塔的盔甲已经开裂 他心中涌动的情绪越来越激烈 在斩杀了另一个敌人之后 他似乎感悟到了什么 最后黑百合之剑崩裂 谢塔也明白了自己的感情 他转身走向了拳斗士首领 对方有些愧疚 谢塔留下后为了帮他们战斗 剑都被毁掉了 只是谢塔却反手抱住了拳斗士 两人深情对视 全都是已经读懂了谢塔眼中的意思 显然这两人是打出感情来了 但他们身后源源不断的玩家冲了上来 两人看向那些敌人决定一同赴死 而一级那边的战局 因为有ARO内的众人加入 战局被逆转了一些 就在他们后车治疗时候 雅思纳和克莱因聊到同人时 两人就看见一级上方出现了一抹熟悉的黑影 于是两人同时抬头 雅思纳有些疑惑 克莱因浑身冰凉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那个黑影 这家伙是微笑棺木的boss Paul 好啊你个刀把脸 你倒是挺会藏啊 微笑棺木首领出现的同时 还带来了更多的玩家 克莱因耳朵好 立刻睁大了眼睛 这一次进入游戏中的 并非是美国玩家 而是遭到了误导的中韩玩家 不过显然 中韩这边也有意识到不对的人 他们被雇佣兵递出去的消息和视频误导 说ARO众人在新开服的游戏中 大肆屠杀他人 但两人感觉游戏中 日本玩家的情绪明显不对劲 于是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随后中韩两位玩家就会合在一起 虽然但是 这么个统一铠甲 你们也能认出来吗 不是说电子竞技不需要势力的吗 就在他们登入的同时 蹲守敌人的施奈也发现了 米勒的账号登入 好家伙 这大反派的出场就是不一样 风闪雷鸣 周遭都是邪恶的娃普 省得那叫一个花里胡哨 米勒脚下还踩着一只大福粪 这咋种 明显是有挂而来啊 世奈一眼认出了这家伙 BOV第五届大赛的冠军 之前那个将自己活活勒死的人 他浑身僵硬 随后被此人抓了个正着 另一边 Paul高举手中菜刀 对着中韩玩家挑拨了一剑 说雅思纳等人擅自入侵游戏服 利用开挂的高等级账号 大肆屠杀别国玩家 并且凭借他的账号的特殊性 和反派光环 将自己的话语 直接传输到了玩家的脑海之中 中韩玩家觉得事情不妙 却被Paul的技能挑动了情绪 纷纷冲入战场厮杀 ARO众人 雅思纳看着蜂拥而至的玩家们 刚要还击 却因为摇光超出负荷 无力的吐血跪地 克莱因等人挡在他的身前 然而战局愈演愈烈 被人数压制之后 他们逐渐被逼到了劣势 亚总头痛愈烈地看着队友们 不断被屠杀 此时外界的比加 正朝着主控制式的后台接口赶去 主控制式外 有一号门卫引开注意 比加就带着主动请愿的同事 一同顺着管道爬下去 陈黛在上方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 并且拜托好了同事 好好照顾比加 这盛区男点了点头 却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 不是 我说你盛区 你真就摸腰子的吗 虽然外头有一号门卫掩护 但主控制式的基础人员 还是发现有人入侵后台 于是手底下的雇佣兵 一把子冲了出去 比加一听外界枪声响起 赶紧往后台下去 他动作娴熟地接上了连接口 眼看胜利在望 却没想到盛区男突然拔枪对准了他 别动 我是二五仔 这二五仔辩解自己可不是什么叛徒 打从一开始 他就抱着别的念头进入拉斯的 看看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做机密任务怎么能不正审 原来这玩家是虚枪苟结的下属 虚枪进去了 他也想体验一下虚枪说的美国梦 当初虚枪人体实验曝光后 二五仔就将自己的罪证 全部推给了另一个人 自己无罪释放后就跑来了拉斯 等到这次事件结束后 他就能如愿以偿地拿到美国签证了 这话术怎么这么耳熟呢 比加大惊 手一抖电脑摔在地上 这刺激到了二五仔脆弱的心理 他对着比加就是一枪 这时游戏内的施奈忍着恐惧对上了米勒 对方也似乎将他认了出来 十分遗憾 当初没能品尝到施奈的灵魂 不过现在为时不晚 他拿变态出手一般的黑雾再次出现 施奈被缠了个正着 米勒将他拽到了自己的面前 利用黑雾控制了施奈的神智 意图对他耍流氓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施奈胸前爆发出一道雷光 当初救下他和同人的电击片 也跟着进入了遥光世界 施奈被电光唤醒了神智 他亲吻了电击片 打起精神将手中的弓 转化成自己的黑卡地 举起举击 对着大变态就是两连击 当场打穿了人渣的手掌 米勒照红了画瓢 也将雾气转化为了手枪 两人竟真的在遥光世界内 打起了绝地求生 同时在战场的另一边 雅思纳等人身陷战斗之中 眼看人界军节节溃败 亚总带着疲惫冲入人群中击杀敌人 风精灵的首领正打算打团开路 就在这时 他突然听见隔壁猫精灵的好友的声音 回头就看见天猫精灵被困在人群之中 苏叶把腿冲向了好友 却被玩家一刀痛伤 朱涅认为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只会让误解越来越深 于是主动站了出来 向玩家解释了他们并非入侵者 这都是误会 朱涅的话语 确实被中韩两位的玩家听了进去 他们选择相信朱涅 但需要证据 可就在朱涅准备开口之时 Paul一菜刀扔到了三人面前 强行打断了他们的沟通 并且一个叛徒的屎盆子 就扣在了玩家头上 好家伙 老节奏大失了 果然在Paul的挑动之下 众人的情绪再次被调动 玩家愤怒地打伤了试图解释的朱涅 然后一窝蜂地冲向了雅思纳等人 而另一边准备慷慨赴死的拳斗士和谢塔 被玩家包围 两人手拉手相视一笑 就在这时 利法从天而降 直接砸进了人群中 而紧随其后的猪人部队 也一窝蜂地冲破了包围 谢塔和拳斗士双双愣住 嘿 援兵来了啊 利法解决了突袭的玩家 挡在谢塔几人的身前 不愧是通老爷的妹妹 帅 现实世界中 副控制室外枪击声此起彼伏 烟雾弹库存快耗尽了 再不回来 他们就得封锁副控制室的大门了 就在这时 菊刚发现遥光世界内又有新的人突破了限制 严格来说 这个新的遥光并不如爱丽丝那么丝滑 但来的时间有些不太合适 他们没办法回收啊 但比起那个突破遥光限制的存在 神代却发现了另一个神奇的东西 一段和笔家风格完全不同的代码 代码的效果就是 限制遥光不准违背指令 两人点开一看 代号871 菊刚愣了一下 871有点耳熟啊 他捡起了二五仔留下的外套 上面的编号正是871 两人异口同声 操有二五仔 而此时下方的笔家被二五仔一枪打伤了手臂 二五仔其实并不准备杀人 等到任务结束之后 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去美国了 笔家斥责他 现在妨碍他治疗同仁 等断电之后 同老爷就彻底没救了 这难道不是在杀人吗 却没想到二五仔冷笑一声 同仁死了 他能拍手叫好 笔家愣住 看不出来你对你老板还挺忠心 二五仔厌恶地看向他 才不是因为虚香 他恨同仁 完全是因为同仁杀害了他心爱的奎尼拉 笔家傻眼了 但二五仔显然是被大祭司给洗脑了 他之前利用账号进入遥光世界见过奎尼拉 奎尼拉答应他 只要从遥光世界出来 就把他收为第一个手下 好好家伙 你老实说 那个小丑蟑螂的遥光是不是复制你的灵魂 结果一说到奎尼拉的死 这家伙还急眼了 徐取手中的枪准备将笔家杀了 当祭品 献祭给奎尼拉 和笔家遭遇共同危机的 还有遥光世界的人界军 在玩家的压迫下 他们节节溃败 亚斯娜也到达了极限 就在敌人的刀要落在他的身上时 Paul突然叫停了战局 亚斯娜精神恍惚地抱住了利兹 利兹十分痛苦 因为是他动员了A.L.O.的众人来帮忙 现在却让小伙伴经历了这样的痛苦 而当Paul步步紧逼时 学姐打算豁出性命对抗这人 亚总却阻止了他 他们的目标就是尽量减少人界军的牺牲 学姐纠结万分 却最后还是放下了武器 四周响起了欢呼声 亚总问Paul 这是对他们当初剿灭微笑棺木的报复吗 然而Paul的回答震惊了众人 原来当初向攻略组告发微笑棺木的人 竟然就是身为会长的Paul本人 Paul就是想将攻略组这些高高在上的英雄们脱下水 看着他们杀人时候那种痛苦的表情 好家伙嘛 这是个纯变态呀 亚斯娜非常气愤 事则他害了当初的攻略组和童人都十分痛苦 没想到Paul却特别高兴 他就知道童人肯定也在这个世界 于是逼迫学妹将童老爷从车里带了出来 连死都不怕的亚总这一刻他慌了 上期说到比加显成忌品 东韩玩家被Paul控制 使得亚斯娜等人面临了最糟糕的结局 童老爷被Paul抓住了 战局外结衣坐镇的中央管理点 发现有人从旧SAO服务器连接进入了摇光世界 而此时战场上的Paul一把推开学妹 对着童老爷就是一脚 学妹告诉亚斯娜 同人之前听见外界的声音一直挣扎着想要战斗 Paul见童老爷没反应 于是一脚将其踹倒 见童老爷都变成这副模样了 怀里竟然还死死的抱着蓝枪威之剑 被扔到一边的小黑 不是你礼貌吗 Paul便夺走了蓝枪威 童老爷这下终于有反应了 伸手想去抓 Paul见状将断掉的剑柄扔在一旁 一手提起童老爷 虽然但是这个这个 这个失了之的童老爷看起来好不妙哦 克莱因忍不了好友被如此欺凌 捂着断手还要继续往前冲 却被玩家一枪刺穿倒在地上 而就在Paul举起刀准备斩杀童老爷之时 一个紫衣男突然拔剑冲了出来 将Paul和童人撞开 这人居然是老二哥 血泪之声的鹰二 他拔剑冲向了Paul 气势非常厉害 但是效果不太好 Paul轻轻松松的就将他弹开了 并且再次控制了四周玩家的情绪 准备将鹰二杀死 而在此时 一只和结衣一般的小精灵突然冲了出来 那是尤娜 他落地后立刻开启声音buff 替鹰二上了一层加持的同时 还将四周的玩家被控制的debuff给解除了 Paul择了一声 问鹰二来者何人 在血泪之争后 鹰二实打实地成长了不少 面对Paul的质问 鹰二爆出自己就是血蒙骑士团的人 随后他魔法少男变身 握着刀冲向了Paul 尤娜的词一直是鹰二过不去的心结 而微笑棺木 鹰二还真就将Paul逼急了 但Paul也不是什么好人 快快快 这杂种要进入回忆杀了 先下手为强 把他砍死 可鹰二还是晚了一步 Paul的童年还是老一套的反派标配 爹不管娘不爱 Paul甚至被母亲当作是多余的 他母亲认为他是恶魔之子 不该诞生 而童年的不幸 导致了Paul养出了变态心理 后来他的亲生父亲找到了他 只是因为Paul同父异母的哥哥肾脏衰竭 于是Paul的父亲用飞机票和护照作为代价 让他摘了一颗肾脏给自己的哥哥 Paul答应了 但在手术结束之后 他的父亲没有来看过他一眼 等到Paul强撑着病痛的身体走到病房外后 却看见对自己不闻不问的父亲 一脸担忧地握着自己哥哥的手 从此这位反派就恨上了日本人 后来在电视里看见SAO的事情 他特意去偷了一个头盔 主动进入到了游戏中 就是为了肆意屠杀日本人 回忆结束 Paul一刀砍断鹰二的手臂 由娜猛地回头 就看见鹰二被砍了一刀后被踹飞 但就算失去了手臂 鹰二也奋力反扑咬伤了Paul SAO尤娜的投影再次出现 他一把抱住了断了手臂的鹰二 随着鹰二的死亡 尤娜也跟着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在他们俩消失之后 清醒了的人们发现 Paul手上居然有微笑观目的印记 纷纷意识到自己被骗 但却没想到 Paul的负面情绪 直接影响到了别的玩家 在被控制之下 玩家势力分裂 想保护的和被控制的打作一团 Paul看到这个混乱的场面 他猖獗地大笑起来 而另一边 施奈和米勒的战斗中 两人中门互居 施奈被打断了一只腿 在疼痛的debuff之下 施奈略输一筹 随后两人各放一枪 两发子弹擦边向四周弹开 天光火石之间 施奈意识到 黑卡地只有七发战夹 而米勒的枪还剩两发 于是下一秒 施奈剩下的腿也被子弹轰断 他在剧痛中朝着地面坠去 米勒举枪 最后一发子弹直奔施奈而来 当施奈闭上眼睛 准备面对死亡时 子弹击破了他的盔甲 却卡在了胸口处的电击片上 施奈获救 他睁开双眼 一小刀自己接二连三 被电击片救下 于是再次举起黑卡地 通过弓箭转变能量的特性 施奈吸收了胸口的子弹 一发就将米勒的右手轰断 米老板这下终于知道了 外挂也是分等级的 将地上的手臂拾起 靠着大地之神的账号 无限回复的技能和意志 再次起身 40米的大刀砍向敌人 即使被敌人的木枪刺穿了脑袋 但在施奈坚强的意志下 一把抽出木枪 伤口恢复如初 虽然知道穿原力 想表达施奈和职业的意志 但是痛绝全开的情况下 这种伤害对于两个女孩来说 未免也太过了吧 战场上血雨腥风 外界却暗流涌动 比加被枪对着脑袋 这时二五仔都听见了 上方神代灵子的一声 比加快闪开 随后正义扳手从天而降 二五仔后退了一步 却忘了身后并没有护栏 一个亮枪就摔了下去 开袭了 我要做小孩的拙 神代连忙询问比加有没有事情 比加连连摇头 说是轻伤 见神代担忧了神情 比加也有些不好意思的 那啥 等这点的事情解决之后 我们出去吃饭行不 毛场惊严 警觉点GPG 神代没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说想吃啥汉堡快餐都行 回头他请 比加憋憋嘴就知道 神代根本没听出他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 又后知后觉地想起来 这个话有点flag 不过他还是顺利地 将亚总三人的记忆 导入了同仁的脑海之中 遥光世界内 亚总看着Paul一步步紧逼同仁 心中着急 恨不得把自己这条命都给同仁 就在三人记忆被传递给同仁之时 蓝墙位的断键中 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突然的轿车中 同仁在恍惚间 似乎听见了一道男声在呼唤他 同仁睁开眼 缓缓起身离开了教室 他总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 在马路上的爱丽丝 和电车上的U9擦肩而过后 最终他在路口处 听到了熟悉的呼唤 同仁下意识地喃喃道 幸 此时的战场上 Paul为了让同仁醒来 抓了一旁的人界军 准备将其斩杀 亚斯娜无法忍受 米勒对无辜的人界军下手 可已经历劫的他 根本站不起来 这时一双手环抱住了亚斯娜 有机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站起来 亚斯娜 亚总目光一脸 剑锋直袭Paul的面门 Paul早有准备 回身就是一砍刀 亚总控制他脚下的石头翘起 Paul一刀落空 亚斯娜再次抬剑 不过Paul反应很快 两人刀锋相向 亚总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同仁 没想到Paul语出惊人 一己恨 不如说他相当喜欢同仁 当初在SAO第五层时 他没有杀掉同仁 于是同老爷成为了 Paul在SAO内最信任的存在了 因为不管他如何去伤害同老爷 都不会起效果 但亚总听后 却十分心疼同老爷 年纪轻轻的 就被这样的变态给盯上了 Paul越说越兴奋 示意亚总 他手中的那把大砍刀 是从SAO内转移过来的 特性就是吸收生命力 叠扎伤害 如果之后同老爷还不醒来 那就要将整个人界 和暗黑帝国的人全部杀死 当然他暂时不会杀亚斯娜 因为亚总的生命 得流到同仁醒来之后 当着同老爷的面杀掉 用来刺激同仁的情绪 亚斯娜眼见砍刀寸寸逼近 他不由地闭上眼睛 这时伸手一双手 轻轻推了他一把 有机温柔的声音响起 别怕 我一直在你身边哦 纯白的羽翼突然在亚总身后张开 在羽翼的帮助下 将Paul的砍刀反制 亚总举荐蓄力 有机的记忆摇光握住了亚斯娜的手 圣母圣勇 十一连击的璀璨光辉 在摇光世界内首次绽放 亚总在翅膀的助力下 将Paul的身体击穿 打进了废墟之中 最后翅膀散开 有机对着亚总笑了笑 消失在空中 可谁都没想到 吃了这么一大波伤害的Paul 居然还能站起来 甚至利用砍刀的特性 再次控制了玩家席卷雅斯娜等人 亚总看着同老爷无力地倒在地上 他却被众人挤开 无法靠近爱人 而此时深陷回忆中的同老爷 再次看见了当初信和工会的团灭过程 以及会长的自杀 从SOO一路到所有游戏中 他所经历的和厮杀 眼下成为了一把刺向他的刀 同人对于死去的人非常愧疚 过往的记忆不断回现 每一个被他击败的敌人 都成为了他心中痛苦的根源 愧疚感几乎吞没同人 就在这时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同老爷听见了斧头清脆的声音 等他抬起头 映入眼帘的 却是UKO当初惨死的画面 同老爷完全崩溃 他不断地朝着胸口掏去 认为自己作恶多端 该死的是自己这个人 哪怕雅思纳三人站在他面前 他仍然不敢接受这份宽恕 外界的笔家 看着同老爷的树枝开始暴走 顿时就傻眼了 可就在此时 一个遥光世界内部的连接 对上了传输系统 同老爷正掏心掏肺呢 就听见好友喊了他一声 同老爷震惊 连忙看向了诈尸的好友 你还活着 但UKO却摇了摇头 这是他留在同人脑海中的回忆 并且劝说 同人不要身陷在痛苦之中 即使死去了 记忆也会被永远珍藏在心里的 在UKO的劝说下 同老爷终于起身了 他问UKO 自己可以被原谅吗 UKO点点头 微笑地看着他 面对眼前的人的鼓励 同老爷终于决定去面对现实 而在此时 外界的玩家举刀准备刺向亚思纳 就在亚总闭上眼睛后 鼻尖却嗅到了一丝蔷薇的清香 他睁开眼睛就发现 四周的玩家僵硬不动了 一旁的Po猛地回头 就听见 同老爷和UKO一口同声 将武器的记忆完全解放 于是两万多名玩家瞬间被冰层封印 Po挣脱了冰层 举刀冲向了同人 学姐冲出去阻挡 却被Po甩向亚思纳 亚总刚把人接住 Po的砍刀已经到他们的头顶了 下一个瞬间 砍刀砸在了光盾罩上 同老爷的身影出现在亚思纳面前 断掉的右手在心意的支撑下恢复原状 同老爷回头微微一笑 我回来了 雅思纳 上期说到在有机的鼓励下 雅思纳将Po击败 却没想到Po残血还能反杀 好在在这关键时刻 同老爷垂死病中精作起 足足躺了18几 同老爷你终于活了 同老爷站在战场上 那帅气的背影 众人看得那叫一个热泪盈眶 同人伸手召唤出了夜空之剑 后高举砍刀 打算和同人再续前缘 当初在SAO的战斗 从死枪一路延续到了遥光世界 Po挥刀冲向了同老爷 刀剑相交之时 刺耳的轰鸣声划过众人耳膜 他们几乎看不清两人交手的过程 同人手中握着断掉了的蓝强威 单凭一柄夜空之剑 面对Po的重刀 有切袍钉属实难扛 但他一旦扔下蓝强威 被冻住的玩家们就会挣脱出来 同老爷知道 Po的手段是挑起纷争 要是真让玩家挣脱出来 就是顺了Po的意 有切袍钉的重刀 Po已经压在了同人的颈侧 血液顺着伤口低落 口哈哈大笑 故意挑拨同老爷 等他杀了同人 立刻就将这个世界的人 和他认识的好友 以及雅思纳一同杀死 同老爷这个恨啊 可单手剑着实不好发力啊 递节剑撞 紧紧抱住了蓝强威的剑鞘 这时众人睁大了眼睛 U-G-O残存在剑中的碎片 化成一个隐约可见的轮廓 缓缓走向同老爷 U-G-O再次握住了同人的双手 再一次见到记忆中的好友 却是天人相隔 同老爷泪流满面 和好友一起劈开了Po的攻击 在U-G-O的帮助下 蓝强威的武器记忆解放 数万名玩家的冰层外 被荆棘覆盖 身上绽放出了冰强威花 那些冰强威吸取了玩家的HP值 修复了断掉的剑身 一个技能就让玩家们无痛下线 庞大的生命力漂浮在战场上空 Po立刻举刀试图吸收生命 但他理解错了 有气炮丁的特性是吸收死亡 而并非生命力 被蓝强威无痛下线的玩家 释放的是生命力 所以这倒霉孩子压根吸收不了 不是啊 你这个武器用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做到不看技能说明的呀 见此情形 同老爷高举手中黑白双剑 由白剑抽出玩家的HP 黑剑吸取溢出的生命力 璀璨的金光全部涌入夜空之剑 后无能狂怒 眼睁睁地看着下线的玩家留下的能量 转化成了同老爷身上的SAO黑衣剑士套装 只是这一次 他手中的两柄剑变成了蓝薔薇和夜空之剑 Po顿时体会到了 克金克的别人账号里的憋屈 两人身上爆发出庞大的神圣力 随后Po提刀冲向了同老爷 同老爷后撤将他从人群中引开 利用神圣术炸掉山岩将其困住 但在烟雾之中 Po察觉到了同老爷的突袭 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 Po分裂出两刀分身冲向了同人 却被同老爷斩断了分身 硬接下这一击砍刀 Po以为自己胜利在望 但这时有切刨定的刀身开始碎裂 同老爷见识双手交替使用剑技技能 靠着蓝薔薇斩断了Po的双手 Po这会儿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嚣张地看向同老爷 就算现在杀了我又怎么样 反正现实我死不了 早晚有一天我还会在别的游戏里找到你 同老爷难道想不到这一点吗 不 他根本不会给Po任何机会 同老爷如今算是遥光世界的半神了 他想锁定Po的遥光也并非难事 于是同人夜空之剑的记忆注入了Po的遥光中 恶魔之处数百年的记忆立刻缠上了Po 将它化为参天大树 如果有居民砍倒了这棵树 说不定它还能退出遥光世界 可如果没有 那么Po只能永远被困在在加速的遥光世界中了 同老爷转身将健身的生命力释放 受伤的人们被这磅礴的能量治疗恢复了 在众人的欢呼下 人界军摘下了头盔 向同老爷献上了忠诚 同老爷也鞠躬 想帮助了这场战斗的伙伴们答谢 雅思纳望着恢复神志的爱人落下眼泪 同老爷向他伸手 雅总扑进他的怀中 将爱丽丝被追捕的事情告诉了同老爷 同人此前虽然意识模糊 但也明白大概发生了什么 于是他拦腰抱起雅思纳 在下方群众吃狗粮的眼神中 飞奔向祭台为止 这时的游戏外界 米勒的技术员见Po败下阵来 为了让队长加快捕护爱丽丝的速度 他伸手推动加速器 试图将倍速调到最高 然而倍速机器想要拉到急速 就必须要用钥匙 技术员刚打算放弃 一旁的光头雇佣兵抹出手枪 指着钥匙孔对技术员微微一笑 比加被神代从昏迷中叫醒 得知同老爷不仅遥光恢复了 而且一醒来 就将被哄骗来的玩家强制下线 比加刚松了一口气 这时控制屏上出现了巨大的倒计时面板 上方显示遥光世界 即将开始进入最大时间流速 而倒计时还有15分钟 需要玩家尽快登出 神代迷茫了 遥光世界最高时速不是1200倍吗 比加却摇头 说1200倍是为了让外界人员进入内部进行观测 而5000倍是限制情况下的最大时速 但如果进入了极限流速 恐怕能达到500万倍的时间差 而困在遥光世界内部的人 最快要等到200年后才能登出 六本目的机器因为等级和卫星信号不够 在极限加速之前会被安全的弹出 和海上基地登陆的雅斯纳和同仁的仪器 是完全够支撑住这个流速的 神代慌了 立刻就想要去停止机器 而比加却摇头 来不及了 现在已经进入初步加速阶段了 如果外部强制登出 会导致妖光严重受损 只能在内部通过祭祀台操作 好在先前 比加帮同老爷导入了记忆的时候 还特意给他绑定了一个外界通话的渠道 于是飞到半路的同老爷就收到了来自菊刚的通讯 菊刚告诉他 哪怕放弃爱丽丝都可以优先保命 并且将妖光世界的事情也详细说了 在极限加速的情况下 内部死亡了也没办法强制登出 甚至会在死亡状态下浑浑噩噩的度过两百年 同老爷让他放心 表示自己一定会将爱丽丝送出遥光世界 并且带着亚总顺利登出的 同老爷眼神越发坚定 而当亚总学问他情况之时 他却选择了隐瞒 不过急于赶路的同老爷并没有发现此时雅思纳的眼神 而另一头 眼看祭坛就在前方 而后面是敌人的追兵 爱丽丝摸了摸伸下两头龙 让他们就送到这里 离开之后就好好生活 可飞龙认主 他们将爱丽丝放下后 毅然决然地冲向了米勒 只为了替爱丽丝争取时间 不过米勒抬手就将飞龙的攻击挡了回去 并且反向蚕食了飞龙的生命 爱丽丝见两条飞龙受了伤 还想继续战斗 立刻崩溃地冲向米勒 而就在这时 一束白光从天而降 同老爷的身影落在了飞龙身前 爱丽丝长舒一口气 同老爷将两只重伤的飞龙 恢复成了龙弹交给爱丽丝 亚总走到了爱丽丝身后 开了拍她的肩膀 安慰到没事 随后举剑召唤出天梯 对爱人的实力十分相信了亚总 带着爱丽丝本向漂浮的祭坛 爱丽丝回头看向同人 心中无谓杂陈 而此时 同老爷也在看他们 他想起菊刚睡的摇光加速 其实他心中也没什么底 但来都来了 硬着头皮也得上啊 米勒质问同老爷 你算老姐也敢挡在我的面前 并且顺势用神圣力缠住了同老爷 使得同老爷倒心不稳 米勒也不在意 用体内粘稠的恶意 将断掉的手臂修补了起来 同老爷的元素攻击 打在他的身上 几乎没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 他这具身体在摇光世界内 几乎没有了实体 说是一个人 倒不如说米勒此刻 就是个浑身充斥着 欲望和邪念的意识体 那些欲望被实质化成为了 粘稠的触手 一路追着同老爷打去 即使被同老爷刺穿 也能瞬间被这些欲望给恢复 米勒估算了一下爱丽丝他们 捉了坐骑的他 身后长出了一对蝙蝠翅膀 两人在半空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米勒抬手就是一道深紫色的雷霆 刺散的雷电 一瞬间缠上了同老爷的身体 同老爷挥剑劈断了好些攻击 却还是没来得及 被雷霆斩断了下半身 而米勒更是直接将自己 所有的贪念释放了出来 居然在这个遥光世界内 具象化成了六亿天使的模样 只不过看起来 却更像六亿恶魔 这下同老爷傻眼了 他原本在听见居刚说 这个世界开始极限加速时 他心中其实是带着点别的心思 只要拖延时间就好 留在这个世界也没关系 但直到现在 看见抱走了的米勒 他明白了 自己没能考虑到 寻找他的雅思纳 帮助他战斗的这些人的信念 于是同老爷又又又又自闭了 我要是优吉欧 我就不点想他了 直接上去一个大嘴巴子 有完没完 看优吉欧多温柔啊 还轻声细语的哄他 这时米勒一个闪身 手掌穿透同老爷的心口 正准备将同人撕碎 同老爷就在优吉欧的话语下顿悟了 他意识到身体不过是搭载 遥光记忆的躯壳 这个世界 新一季才是天下第一 于是同老爷以身正道 在米勒四亿的销声中双剑合臂 同时解放了武器的记忆 蓝墙位的荆棘将米勒的贪念缠绕包裹 而夜空之剑爆发出来的光束 一瞬间给喧闹的战场上 带来了绝对的安宁 深色的夜空笼罩了整个苍穹 这一片夜空 正是夜空之剑完全解放后的 同老爷的内心 由施耐和职业率先点亮了夜空的星辰 最后战场上众人也意识到了 这是同老爷的新一季 于是纷纷献上了自己的意志 整个遥光世界的夜空中 布满了闪烁的星辰 有迪迦那个味儿了 我要变成光 来吧 加坦结恶 前言因为外界雇佣兵一枪 遥光世界内的倍速被调到了500万倍 而游戏内的米勒正将同老爷逼到了绝境 关键时刻 同老爷顿悟了 夜空之剑完全解放状态之下 整个夜空中闪烁着无数的星辰 那是遥光世界内所有人寄托的心意 而同老爷没有辜负这一份信任 这些寄托着希望的星辰化作流星 全部涌向了同老爷的剑尖 此时在长梯上奔跑的埃里斯心中无比复杂 身为整合骑士的他 哪怕知道自己的记忆被改造过 但也在这一刻也意识到了自己是活着的人 他曾保护过热爱过的世界 此时正在反过来保护着他 埃里斯抬手 一朵金柜冲向了同老爷 雅思纳不敢回头 但他的眼泪追着金柜 在夜空中抹上了极光 米勒睁开了荆棘 正准备回击同老爷 却发现 同人的夜空之剑已经收集了漫天的星辰 金柜和极光将他的剑身点亮 在蓝蔷薇蓄力下 被蓝腰斩断的同人的身体被恢复 金色的双眼睁开 代表着突破系统的限制 他浑身被金色的护罩拢住 双手握剑立刻冲向了米勒 此前牺牲的 被他斩杀的 所愧疚的人纷纷浮现 所有人都在为同老爷铺路 同老爷低贺一声 轻爆气流斩 二刀流X上位剑技 高达26连级的剑技 米勒不断被逼退 可就在同人斩下最后一击前 米勒却一刀砍断了他的左手 蓝腔薇之剑脱手而出 米勒的攻击落在同人眼前 一旁蓝色的袖子闪过 同老爷瞪大双眼 他的眼前是尤吉欧的身影 尤吉欧握住了蓝腔薇 并且替同人挡住了 这致命的一击 两人视线交错 同人含泪斩出了最后一击 轻爆气流斩 贯穿了米勒的身体 米勒还在狂笑 但在同友二人的联手下 他的身体最终粉碎分离 遥光冲向了天际 却撞在了无形的臂杖上 发生了爆炸 与此同时 倒计时进入最后阶段 爱丽丝被登出了遥光 遥光世界内的所有玩家 都因为极限加速 被断掉了信号 自动弹出 无数玩家带着记忆 从遥光中弹出 感觉就像是一场梦 醒来后还是很感动 但同老爷却在交战后 陷入了短暂的昏迷 错过了最关键的登出时间 醒来后 看着悠奇欧消失的金光 同老爷心中难受啊 但经此一战 整个暗黑帝国的天空 变得干净透彻 通往祭台的石阶开始坍塌 同人飞向了祭台 一想到此后两百年 痛失老婆亲人 顿时气不成声 而就在他对着花园嗷嗷哭的时候 雅思纳出现了 对着他微微一笑 两人相拥 雅思纳对同老爷 可以说是不离不弃 两百年的时间 说陪就陪 呜呜呜呜 真是绝世好老婆 而面对这个战争过后的 崭新世界 还要滞留最短两百年的他们 决定好好将其改造 于是小两口手拉手 张开翅膀 飞向了人界 在距离倒计时 还有一分钟时 爱丽丝成功弹出游戏 神代立刻提醒雅思纳 加快速度撤离 但是雅思纳却果断道 让他被运用在军事方面 顺便帮他向家人和朋友告别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时间正式进入500万倍的加速 雅思纳多聪明啊 从同仁和菊刚的对话 他就猜出了一些东西 但他没有一丝犹豫 最终选择留在了这个世界 陪伴着同仁 好甜啊 我吃得心甘情愿 爱丽丝 不是啊 你怎么还诈骗呢呀 神代奸壮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比加和菊刚身上 希望两人能尽快抵达控制台后 将同老爷和雅思纳解救出来 就在他通讯结束没多久 外界时间已经过了一分钟 而内部大约过了有十年了 此时背着比加下楼梯的菊刚 还在安慰他 菊刚此前做过最坏的打算了 这样的情况 他早有心理准备 两人抵达了限制口后 神代打开了隔离大门 技术员意识到 还有机会可以抢夺爱丽丝的遥光 于是将一支小队派到副控制室 自己带着个光头雇佣兵 去了控制室后台 他看出了菊刚真正的目标 决定单独去那边看看情况 于是两人一路潜入到了 缆线控制室后台 进门就发现了二五载的尸体 这时光头感觉不妙 一抬头瞄见了一束反光 他立刻架枪就朝顶端射击 菊刚的举动被发现了 只听见一声子弹嵌入的闷响传来 比加立刻紧张起来 菊刚摆了摆手连说没事 只是打在了防弹背心上 而下方的光头已经被他击毙 这下技术员可没得玩了 不过他们还有一个最终计划 但这计划是否执行 必须得交给队长米勒去判断 于是技术员掉头冲向了潜入室 可谁都没想到 在妖光世界内被同人击杀的米勒 起身就唱举的大笑起来 不过笑完他就意识到不对了 那个躺在潜入台上 面目睁眠的男人是谁啊 米勒惊恐的后退一步 这时他感觉身后有一只冰凉的小手 推了他一把 米勒回头 被他害死的小青梅正看着他 面对被自己亲手杀死的人 他丝毫不心虚 甚至还想哄骗他松手 但他忘了 日本盛产鬼怪之说 小伙子 想不到吧 这不就撞上鬼了吗 爱丽歇亚拽着他的手 在米勒惊恐的眼神下 地上出现了无数双手臂缠住了他 一路将米勒拖进了地狱中 真是恶人有恶报啊 等到技术员冲进房间 才发现 他们的主心骨队长 已经在潜入台上被抓破了支架 面容扭曲的保毙了 技术员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赶紧想叫醒 躺在另一个控制台上的Paul 但没想到 Paul居然也是一脸猙獰 瞪大双眼 大张着嘴 头发都是花白的 技术员被这么一下返回控制室 将米勒死亡的事情告诉了队友 并且决定放弃任务 准备撤离 但这时光头的好友黄毛站了出来 技术员劝他别再挣扎了 黄毛问他 米勒是不是还有别的计划 技术员点点头 但这个计划只能由队长来判断 现在还是离开比较好 但黄毛依旧不依不饶 拿着枪逼问着技术员开口 另一边 神代眼见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正在焦急的时候 寸头突然开口 快看 敌人撤退了 神代有点反应不过来 敌人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撤退 此时众人脚下一震 寸头立刻掉出监控 这才发现 古佣兵那边贯成了什么叫 得不到就毁掉的说法 他们居然在基地下方的引擎上 安装了炸弹 要知道这个海龟的基地下方 可是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 一旦这玩意儿引爆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寸头决定顶着高温 进入控制室 拆除炸弹雷管 但这时没有人注意到 墙角的二号门尾的眼睛 突然亮了一下 此时在控制室后方的菊刚 听着下面的动静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准备潜入下方的引擎室 而等到菊刚离开后 比家才发现 他之前站过的地方上有一滩血 菊刚受伤了 另一边寸头刚打开大门 就吃了一顿的枪子 他一个翻滚 躲过了大部分的子弹 但大腿不幸中弹 本以为全部撤退了的雇佣兵 居然还有一个人留在这里 这要是爆炸了 这人可没得活啊 这时二号门尾出现在监控室内 原来此前神代半门半醒时 听见的团长的声音并不是错觉 这个二号门尾体内寄存的 正是茅场惊严的意识 他一出现就对神代表了个白 说遇上神代是他的幸运之类的 巴拉巴拉巴拉 那啥 比家 别惦记你师姐了哦 小心团长抽你 虽然团长的出见不仅仅是为了表白的 而是打算帮助被困在基地内的众人一把 可面对雇佣兵的枪林弹雨 机械体多处被击穿 机油像血液一样从四肢喷运而出 寸头意识到这样下去别说突进了 二号门尾估计会先倒下 但他的腿受伤根本无法去支援 关键时刻 菊刚一个突进 顶着敌人的子弹一枪将其击毙 随后自己也跟着倒下 寸头赶紧把他拖走 二号门尾顺利抵达了引擎室门口 但就在转开隔离大门时 高温气流从门中爆出 二号机本就破旧不堪的身躯 更是雪上加霜 团长朝着控制室内移动 眼看胜利在望 机械体的机油不断爆出 距离炸弹仅剩一步制摇之时 整个机械的电线全部崩断 二号门尾停止了运转 神奈绷不住了 大神喊道 你他娘那不是神圣剑的西斯克里夫吗 你的对手同仁都引发了奇迹 作为他的敌人 你不能拉胯啊 没想到这话还真的刺激到了团长 整个机械回光反照了一瞬 团长成功拆下了雷管 全场爆发出了欢呼 但二号门尾的机械体也倒下了 而撤走的技术员这时发现不对了 他看着潜艇中的两具尸体 问回收尸体的小队 不是应该有三个人吗 队员摇头 一个队长 一个光头 哪里还有别人啊 技术员愣住 队长身旁躺着的PO去哪里了 疑惑的不仅仅是他 基地的众人也开始疑惑了 炸弹虽然被拆除掉了 但是二号门尾的机体却不见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堆乱烂摊子砸在了神代头上 搞了他有些焦涛乱额 不过这时 比加递来了一个好消息 同老爷和雅思纳长达200年的潜入 能终止了 前言说到爱丽丝离开了遥光世界 雇佣兵也选择从基地撤离 但PO的尸体和团长的机械体离奇消失 可此时 神代和比加更加担忧 是困了200年后的同仁和雅思纳的事情 在事件落幕半个月后 由神代领导的拉斯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爱丽丝作为世界首例通用型人工智能 出现在现实中 和遥光世界完全一致的机械身躯 在她的操作下 没有出现一丝的违和 少女走到媒体面前行歧视里 世界你好 我是爱丽丝 埃吉尔的酒馆内 众人感慨 这个爱丽丝的机械体 看起来真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啊 而面对电视内男记者要求 爱丽丝掀开头颅 证明她和人类大脑区别的发言 爱丽丝毫不留情的回怼了过去 要不你也扣开你的脑壳 让我看看你 到底是人类还是什么 男记者面色尴尬的坐下 很快女记者又起身问了关键问题 爱丽丝的出现 会让两个社会阶层出现矛盾 资本想让她当打工仔 普通民众又担心高智商的AI 会代替他们成为新的劳动力 然后迎来失业潮流 但神代明确的回复 要想创造出爱丽丝这样的存在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的 并且爱丽丝现在虽然是机械体 但说到底 他们都是从婴儿出生长大 和人类本质上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女记者仍然不太相信 她认为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 恐怕无法和人类产生同理心 也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人类 这话就涉及到一个争论很久的概念了 AI人权问题 穿原力估计也明白 这话题一时半会儿是扯不清楚的 谁讲谁翻车 于是轻描淡写的带了过去 但是爱丽丝开口了 她将自己被人类保护并且热爱人类的事说了出来 但如果这个世界的人类想要她磕头贵服 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成为朋友 但绝对不会是奴隶 爱丽丝强硬的态度引来了不少的争论 而同时关于为了拯救爱丽丝 导致自卫队高层的菊刚死亡的事情 网络上也是众说纷纭 但事实上菊刚这不是故意假死 毕竟她要是还活着的话 少不了有人将目标放在她身上 而这次被抓出来的叛徒 居然是自卫队的二把手 被查出来受惠美国的军火制造商 叛徒都叛到高层政府去了 动漫里的霓虹要玩呀 但是经历这件事情之后 菊刚也放弃用爱丽丝作为武器搭载的AI 而是选择将人工遥光全面展开 很典型的核弹震慑 手中有但不用 和没有是有很大区别的 菊刚想要的结局已经达到了 而于此时 菊刚和比嘉发现 佟老爷的遥光有了一丝波动 这时在召开发布会的爱丽丝察觉到了什么 立刻抛下了记者奔向佟老爷的病房 而在这里醒来的正是 遥光世界中待了两百年的同仁 他告诉爱丽丝 塞洛卡为了等他回归 很早就将自己的遥光封印沉睡 一直在中央教会的八十层 爱丽丝气不成声 这时佟老爷才看向比嘉 两百年老人深邃的眼神 着实吓住了比嘉 他拜托比嘉将自己和雅斯纳两百年的记忆 全部清除 他和王妃的使命全部完成了 几天后 亚总去医院探望佟老爷 躺了一两个月的佟老爷终于要出院了 而这时佟老爷的脑海中还隐约有一些遥光世界的记忆 但最终都被模糊化了 亚总安慰他 即使记忆被清除了 但是思念和情感还在 此时不会看气氛的菊刚突然出现 并且天息地向两位解释了自己的计划 因为遥光的问题 拉斯目前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说不定过不了多久 遥光就会被上头全部给清除重置了 而遥光技术和爱丽丝 或许也会被财阀集团接手 而菊刚的假死和公开遥光的事情 正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佟老爷请求他能够保护好遥光世界 菊刚只摆了摆手 他为了那个世界都选择死亡了 基本已经堵了自己的梦想和未来 当然不会让他轻易地被毁掉 而与此同时 比加瞒着神代和菊刚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悄悄地复制了一份 拥有着200年记忆的佟老爷的遥光 唯一一个活了200年的遥光 身为科技狂人的比加 怎么会舍得删除 但出乎比加意料的是 此前所有的复制体 在得知了自己是复制后 全部崩溃消失了 但佟老爷的复制体 在启动后就立刻意识到 自己是复制体了 相当之快地接受了复制体的身份 并且询问比加 有没有复制自己的王妃 也就是雅思纳 原来早在遥光世界中 佟老爷就已经登基成了新王 并且和身为王妃的雅思纳 聊过被复制的这件事 两人一致决定 如果被复制的只有佟老爷一个人 那么接下来不管还剩多少时间 都要帮助遥光世界继续延续下去 而这唯一的办法 就是联系上茅场精言 一听到这里比加兴奋了 要知道团长可是个天才 而拥有200年记忆的佟老爷 作为团长最大的对手 自然也不会差 这两个人要是联手了 能引发多大的浪潮 还不得而知 比加很期待地看见 他俩能为遥光世界 带来怎样的奇迹 于是一口答应了 帮助联系的事情 而另一边 出院归家的佟老爷 独自躲在房间内 为了好友哭泣 说来也是 在那个世界中 真正和佟老爷相处了两年的人 正是优吉欧啊 爱丽丝照顾佟老爷的时间 都只有半年 并且全程还是失了志的情况 优吉欧的死 着实给同仁 整出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但难受的 不止佟老爷一人 还有同样出来乍到的爱丽丝 却每天都要应付着 上流阶级的宴会 被当作商品打烂的爱丽丝 她也快崩溃了 于是为了逃避现实 爱丽丝做了一个 非常惊人的举动 她把自己打包寄给了佟老爷 天眼知道佟老爷 前脚刚从神代那里 得知爱丽丝失踪了 后脚就在快递站 收了一个爱丽丝的活体 看着那画面 我脑子里分尸现场 都不知道蹦出了几个 可想而知 同老爷得受到了多少的惊吓 但爱丽丝这波 可不只是单纯的逃跑 她还是专门过来兴师问罪的 话里话外也就一个意思 干啥丢下我 带着雅斯娜跑了 同老爷叹了一口气 将怀里哭泣的少女回报住 她告诉爱丽丝 她的存在是两个世界的未来和希望 是牺牲的人 心甘情愿的付出换来的未来 爱丽丝的情绪这才好了一些 随后同老爷向神代 告知了爱丽丝的行踪 并且邀请她 可以在家中暂住一天 面对兴奋不已的爱丽丝 同老爷只能带着她 在家中四处参观 于是两个耍剑 最后都去了道场 并且在道场内 展开了友好的交流 只比剑比到一半 剑体突然断开 两人贴贴的那种 当然同老爷会说 纯粹是因为爱丽丝 是个钢脑袋啊 但是道场贴贴 职业都没这个待遇啊兄弟们 而随后爱丽丝留宿在同人家中 并且还见上了父母 严父慈母对同老爷一顿教育 同老爷他爸问 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身份要做什么 同老爷虚了一下 才说自己是高中生 以读书为重 笑死了 管你在别的世界 是个什么牛逼哄哄的什么忙 到爸妈面前 你还是个要学习的小兔崽子 在出事之前 同老爷的目标是去美国进修 但如今遥光事件发生后 美国怕不是恨死他了 害怕是有去无回啊 再加上同老爷对遥光世界也产生了感情 于是他打算放弃出国 进入某场经验之前就读了大学 之后毕业就入职拉斯 爱丽丝很是感动啊 站起来就对着同老爷他爸 喊了一声父亲大人 一旁的职业眼睛都瞪出来了 爱丽丝说 同人曾经是拯救过他们那个世界的英雄 所以希望同爸再给他一点时间 相信同人一定能说到做到 没想到同爸只是淡淡一笑 回答他 不仅仅是你的世界 在现实世界的同老爷也是个英雄来的 毕竟是黑衣剑是吗 同老爷面色铁青 那感觉就好像你中二发作的场景 被爸妈全部撞见了一样 这事就这么接了过去 但让同老爷没想到的是 当天夜里爱丽丝突然夜袭了他 并且带来一份消息 说是有人突然给他发了一则消息 同老爷叫醒了接一 两人一同推算出了这个IP地址 52.68.96.58 爱丽丝震惊 这居然是通往遥光世界的链接地址 一想到有机会回到家乡 爱丽丝兴奋不已 感动的抱住了同人 这时同老爷有些尴尬的挠到头 那啥 回去可以 我得烧上雅思娜 爱丽丝眉头一跳 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于是三人找到了神代灵子 并且将IP交给了神代 同时杰一发来快报 他追踪了给爱丽丝发消息的那个人 但是对方的防火墙太厚了 干不赢 三人还是决定赌一赌 现在那个世界大概过去了有200年左右 抱着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想法 三人顺利登入了遥光世界 没想到一进入游戏 映入眼帘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央教会 而是宇宙 众人回头 好家伙 诺大一个地球就在他们背后 中央教会朝四周扩散的城市 在地表上闪闪发光 就在爱丽丝对着他所爱的这个世界宣誓回归之时 众人身后突然传出了一声爆炸声 一红一绿两架战机突然出现 巧 这才200年 就算叠加同老爷 在位时期也才400年啊 你们整合骑士 就真就改名为整合机士 一路打上太空了吗 此时正在攻击战机的 是一只看了直掉散直的独眼怪物 小绿的机体受损 小红让他赶紧撤离 可是一旦舍弃了机甲 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逃 于是两个人决定战斗到底 当小红瞄准了怪物的眼球准备射击时 两人的机甲跟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漆黑的身影 挡在路中间妨碍住了别人射击的同老爷 面对眼前丑陋的邪神的攻击 他面不改色 十分炫酷地从背上抽出两颖剑 蓝薔薇冻结了怪物的身体 但却被挣脱 夜空之剑瞬间化身40米长的大砍刀 朝着怪物重重落下 吓得大眼怪物娇俏地后退一步 却没想到攻击不是正面来的 在他身后的亚总一挥手 极光撕破了宇宙 同老爷那一剑从极光的裂缝中落下 一瞬间就洞穿了怪物的身体 但这时大眼怪体内的黑色物质溢了出来 两位整合机申大呼不妙 却发现爱丽丝已经抽刀等着他出现了 这时两个女生才反应过来 这姐姐他们曾经见过呀 400年前的整合骑士爱丽丝 爱丽丝一剑落下 金贵将怪物剩下的物质全部抹消 当初两位学美的后代 尤其是那位向递节的少女 恍惚间看见一个金发少年 对着他微微一笑 于是少女也回忆一个带着眼泪的笑容 400年了 后代都记得 这个就叫爱刻镜的DNA 最后在机甲的带路下 他们朝着地球飞去 而在现实世界中 失踪的团长的机械体 也在海底出现 他的手中还握着一根长长的网线 靠着这个残破的身体 连接上了现实和遥光两个世界 遥光世界的故事还在继续 Po到底死没死 姓王同仁和团长联动的故事 也还想看 杀猿猎 你搞快点 那么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瞧瞧给大家说一个小彩蛋 爱丽丝收到的IP地址 52.68.96.58 将它输入在浏览器的地址栏搜索 是一张童幽爱三人小个时候的海报来着 那么喜欢的观众老爷们 记得点赞评论哦 我是小白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 拜拜